第191章 梦中婚礼 注视着眼前书色 陈洛眼神一暗 他不动声色地拉起被子 遮住眼前移你的风景 避免自己控制不住 在苏家动静太大 骆哥哥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回来了 怎么不回家休息一下 因为迫不及待 想见小月呀 陈洛与其故作忧怨 都一天没见了 你个小没良心的 居然问我这种问题 骆哥哥 分明是你吗 你怎么还倒打一耙 苏盼月不满地出声 行吧 是我忙 忽略你了 为表我的歉意 送你一个礼物 他从包里拿出一个小盒子 外表看起来很精致 一 这是什么 苏盼月好奇道 难不成是和皇冠类似的小手势 骆哥哥选的 品位肯定不会差的 打开看看 苏盼月 怎么又是这种东西 他咬牙 和上盒子轻摔在他身上 骆哥哥 少女烟红的嘴唇因为不满而撅起 水色的眸子阴晕雾气 控诉着陈洛的下流行径 谁要这个啊 你怎么这么坏啊 低沉的笑声自陈洛胸腔中发出 注视着少女烟红的嘴唇 心中生起一股欲望 他附身 按住少女的脑袋 嗯 苏盼月无力反抗 小月 你真可爱 陈洛揉揉她的头 一天没见 我都快想死你了 陈洛语气意味深长 昨晚怎么会给我打电话 苏盼月眨眨眼 委屈地反驳 不是你说那样做才给我买皇冠吗 陈洛坏笑 打趣 你下次要是想完的找我一起 我才不想吗 苏盼月下意识反驳 嘴硬道 我一点都不喜欢 陈洛被她的样子逗得直发笑 再聊了几句后 她揉揉她的头 好了 我要走了 末了 不忘悠悠道 小月 下次记得找我 我才不会 等陈洛走远 苏盼月的脸颊慢慢红了起来 她才不喜欢呢 今天的夜 好像比昨夜还难熬 梦里 苏盼月看到了她和陈洛的大婚 场面恢红热闹 现场人声鼎沸 聚集了金石的名流 她穿着圣洁的婚纱 挽着父亲的手 一步步走到陈洛的身边 两人在神父面前宣誓 庄严 郑重 所有人都为他们送上祝福 庆祝有情人终成眷属 等一切结束 他们回到自己的小家 站在陈洛身前 她一点点脱去身上的婚纱 露出精致的洞体 而她 把她推倒到床上 声音沙哑 会有点疼 不过很快就过去了 疼 什么疼 梦境中 她好像有了一点自己的意识 下一秒 陈洛缓缓退去身下衣物 火热的 蠢蠢欲动的 苏盼月猛的惊醒 不住的大喘气 天啊 她怎么可以做这种梦 怎么可以做这种不知羞耻的梦 她挪动腿 打算下床喝点水冷静一下 移动身体时 床上有些不对劲 苏盼月目瞪口呆 怎么会这样 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难道是她真的生病了 啊 少女捂住脸 一时不敢面临这个事实 一想到自己很有可能生病了 更是吓得根本睡不着 天一亮 她立即开车来的最近的医院 妇产科 突然见到年轻的小妹妹 医生还有些惊奇 小妹妹 你是月经不调吗 苏盼月摇摇头 张嘴 想说自己的病情 又觉得难以启齿 她要是说出自己患病的原因 医生会用什么表情看她 会不会觉得 觉得她不知羞耻 健壮 医生亲身安抚 小妹妹 这里是医院 不管你有什么毛病 都可以告诉我 苏盼月扭扭捏捏 终于是小声 把这两天发生的事情 讲了出来 讲完后 脸颊已完全红透 更是偏过头 完全不敢看医生的目光 她捏着一摆 心里紧张 姐姐 我的病是不是很严重 不会死吧 死 这么天真的 要不是在妇产科 听过太多奇葩言论 医生现在非得笑出声来 望着苏盼月 羞涩到不敢见人的模样 她第一次生起玩弄心思 是有点严重哦 一句话 让苏盼月顿时坐直身体 全身僵硬 全真的很严重 按照你说的情况 之所以发生这种问题 说明你子宫有许多基业 不过这个病不会死人的 说完后 医生悄悄打量她的反应 见她果然如预想的 那般瞪圆眼睛 脸部肌肉僵硬 像是炸毛的小猫时 心里生起一股小小的恶趣味 子宫基业 苏盼月对这个病情并不了解 盲问 那得了这个病之后 我会怎么样 有的时候真的很奇怪 在和陈洛在一起之前 她从来没有这么担心过自己的身体 是在和陈洛在一起后 她才总是会这样患得患失 害怕她不能陪自己 到生命的最后 也害怕自己 无法和她携手一生 喜欢一个人 真的会改变一个人 苏盼月就觉得 现在的自己 和原来的自己 完全不一样了 不再那么不识人间烟火 也有了正常人都会有的烦恼 害怕自己生病 害怕自己被嫌弃 会影响生宝宝 你很可能这辈子都生不了宝宝了 轰隆 仿佛一道晴天霹雳 苏盼月眼神顿时灰暗无比 第192章 是你 见她愁眉惨淡 医生赶紧道 那个 你和你男朋友商量一下吧 看看什么治疗方案比较好 她想看看 这么漂亮单纯的女孩 究竟谈了一个什么样的男朋友 生育能力这种事情 往往能见一个人的真心 啊 好 好 苏盼月像是才回过神 颤巍巍地拨通陈洛的电话 她哭着开口 洛哥哥 完了 我生病了 很严重的病 什么 陈洛刚被电话吵醒 因她这一句话 吓得清醒过来 小月 你别害怕 你先冷静一下 你告诉我是 生了什么病好吗 就算生病了也没事 咱们家里这么有钱呢 肯定能治好的 不行啊 眼泪跟断线的珍珠似的 一颗接着一颗往下掉 苏盼月哭得直打嗝 医生说 我这辈子都生不了孩子了 她和洛哥哥 明明都想要一个孩子的 那医生还说 这个病有什么影响吗 没有了 主要就是要不了孩子 陈洛这才松下一口气 柔生安慰 傻瓜 不能生育而已 你这么难过做什么 就算你能生育 我都不一定想让你生啊 你知道吗 就算我们有顶级的医疗团队 生产时发生的突发事件 都能让人无法应对 对于孩子 她内心当然是想要一个 可通过各种途径 了解到 生育要面临的各种事情后 就很少在盼月提起 生孩子这种事情 无她 实在是太危险 万万没想到 陈洛的回答会是这样 苏盼月难以置信地瞪大眼 可 可你讲过以后 我们最好有一个孩子啊 那是多久之前的事情了 亏你还记得住 手机那边 响起布料摩擦的声音 应该是陈洛正在穿衣服 声音突然停了一下 紧接着 陈洛无比认真的声音 从电话里传出 小月 我想和你在一起 有没有孩子 根本无所谓 如果那个人不是你 我也根本不会生起 一点要孩子欲望 如此 你能懂吗 咚咚咚 是心跳的声音 苏盼月捂住胸腔 感受着汹涌的跳动 泪水接着滚动 扮上 所有情绪化作一句 洛哥哥 我爱你 小月 我也爱你 我现在就来医院找你 医生 哪怕隔着手机 他都能明显感受到 对面男孩子语气的认真 真挚动人 充满真情 他张张嘴 神情一时间染上落寞 你这个不会下蛋的母鸡 我妈叫我和你离婚 脑海里 突然想起前夫离婚时 对他说的话 刚刚 他骗面前的小妹妹 以后生不了孩子 实际上 真正没有生育能力的 是他 天生卵巢发育不良 产不出标准质量的卵子 就算能怀上 也无法在子宫平安长大 在前妻会早早流产 他的前夫 那个在结婚时 信誓旦旦说爱他 愿意拿一辈子呵护他的男人 在他查出这个病之后 态度一落千丈 前后不过一个月 做遍检查 确认他无法生育后 就和他匆匆离婚 甚至离婚当天 还要把他骂一顿 姐姐 姐姐 少女的声音 把他拉回现实 苏盼越神态紧张 我家里有钱 多少钱都愿意支付的 医生摇摇头 神色愧疚 妹妹 我可能得和你说一声对不起 他把自己的捉弄心思讲了出来 当然 我这么讲 也不全是想逗你 你这么可爱 我想看看你男朋友的反应 如果他因此嫌弃你 你也可以早日寻一个更好的男友 医生眉眼真诚 因为自己受到过伤害 不想让别的女孩子 也受到这样的伤害 至于床单 被打湿 也不是因为子宫肌业 这只是因为 你是一个正常的女人 有正常的欲望 你晚上是在做春梦吧 有欲望的话 要找到你男朋友 帮你及时书记哦 啊 少女睫毛湿润 还挂着明显的泪珠 她胡乱擦擦眼角 那些悲伤情绪一扫而空 有些愤怒她的捉弄 不过想到陈洛的态度 那股怒气又熄灭掉 罢了 好歹见到了洛哥哥的真心 洛哥哥 看着手机正在通话的页面 苏盼越手忙脚乱地摁上挂机键 小月 你梦里陈洛话还没讲完 声音就被隔绝掉 苏盼越觉得没眼见人 她怎么会是因为做春梦 而导致自己流那么多水的 她的身体 怎么这么饥渴 小妹妹 其实这只是很正常的生理现象 只要是人 就会有这方面的欲望 你不必羞涩 对了 你要是实在想要 可以和你男朋友提一提 她那么喜欢你 肯定也会满足你 啊 好 苏盼越再也不想待下去 提起包 匆忙走出科室 楼梯拐角 遇见气喘吁吁的陈洛 知道她生病的事情 她一路飙车赶过来 虽然结果是虚惊一场 但内容还是让她好奇的 小月 你刚刚挂我电话做什么 陈洛指指她内心 说 你昨晚做什么春梦了 梦到你和谁了 能和谁呢 在场两个人心知肚明 苏盼越双手疯狂颤抖 眼神飘忽 不断往四周乱看 小月 回答我的问题 反正不是你 苏盼越跺跺脚 转身 飞快下楼 陈洛先是一愣 反应过来 紧追在她身后 常年锻炼的人 身体素质 自然比苏盼越要好 几步路就抓住她的手臂 她拉着她 顺利把她拉进旁边的公园 洛哥哥 你放开我 苏盼越双手握成拳头 锤打她胸口 轻飘飘的 力度和挠痒痒没差别 反而挠得陈洛愈发心痒 她伸出一只大手 稳稳钳置住她的两个手腕 轻轻一拉 提过头顶 另一只手再次按住她的后脑勺 在她口腔中 长驱直入 这次的吻 比昨日激烈许多 苏盼越只觉得自己 被索取走了全部空气 无助的抵抗 却又只能承受她的掠夺 等她好不容易停住 她已经是喘不过气 小月 你做春梦的时候 脑海里的男人到底是谁 苏盼越转头 咬唇不言 不讲的话 我就再来一次了 别 苏盼越连忙把手抵在胸口 是你 第193章 可是我愿意啊 因为喘气 胸腔不住地颤抖 光天化日之下 苏盼越怕她受性大发 在她怀里不安地扭动 洛哥哥 不要了 饱满的身体在她眼前不断晃动 几乎蹭上她的手臂 感受到那处柔软 她怎么可能还忍得住 大手揽上她的背 感受蝴蝶骨在她手心中颤抖 紧接着 她三两下就拨开外面的外套 露出紧身白色打底衫 身材找不出一丝缺陷 明明打底衫 把该遮的地方都遮住了 却因为紧身 更显得极致诱惑 陈洛目光优伸 蠢蠢欲动 哎哟 你们孤男寡女两个个人 在这地方做什么呢 妇女的惊呼声 打断陈洛的动作 手臂处挂着居委会秀张的大妈 恨不得自戳双目 愤愤出声 这里可是公众场合 你们在这里搂搂抱抱 成何体统 还在这里清嘴 真是没眼看 口水都要清出来了 见陈洛身材高大 富有力气 他不敢冲他妈 转头看向苏盼月 开始说叫 小姑娘 你是一个女孩子 总不能叫男朋友 这么亲来亲去的吧 让别人知道 还以为你家教不好嘞 啊 苏盼月一愣 确实 一时间 他难看地垂着头 陈洛看不过去 那结婚的 是不是就可以随便清嘴了 啊 居委会大妈一愣 难不成你们结婚了 是啊 我们都已经结婚了 陈洛揽着苏盼月 苏盼月的肩膀 我请我老婆总没关系吧 一番话 质地有声 苏盼月忍不住偷偷瞟她 见陈洛神色正经 心里一暖 那 那是没问题了 大妈摸摸鼻子 干大离场 等她走远 陈洛才揉揉她的肩 小月 别把她的话放在心上 我们还知道 找个公园遮挡一下 已经很有素质了 苏盼月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洛哥哥 你今天在电话里说的话 是真的吗 嗯 想到自己在电话中 真情流露的那些话语 陈洛难得的有些羞耻 当然是真的 之前一直没有深入 谈过这个问题 所以没讲出来而已 她聊起少女耳盼的碎发 虽然今天的事情 只是一场恶作剧 但我向你保证 婚后一定尊重你的意愿 你要是不想生孩子 那我们就不生 那谁来继承你的家业呢 伯父伯母会允许吗 这个嘛 陈洛黑黑一笑 我赚钱不就是为了让你花吗 至于父母 到时候我告诉他们 不能生不就好了 他们肯定怕你这个 而媳妇跑掉 一个劲哄着你呢 苏盼月心里暖哄哄的 不由自主抱住了身前的男人 他靠近陈洛 几乎和他肌肤相贴 吐气如蓝道 可是我愿意啊 两人在外面游玩 逛到了晚上 回到陈家 感受着房间里 独属于陈洛的气息 苏盼月有些紧张 自从酒店那一晚 看见洛哥哥 就有点腿软 陈洛拿出玩具 小月 要试试吗 你怎么还有这个 看见陈洛手里的东西 苏盼月止不住地往后退 买都买了 当然多买几个 避免其他的坏了 陈洛挑挑眉 试一下吗 不 苏盼月头摇的像是波浪鼓 不 陈洛顺手把东西放在桌上 双眼充满侵略性 想把面前的女孩 拆吞入腹 危险的眼神 让苏盼月全身发软 退后速度更快 他一步步走近 长臂一览 把纤细的腰肢 禁锢在怀中 嗓音充满蛊惑味道 真的不要 不 不要 苏盼月结巴地开口 只是语气明显开始飘忽 陈洛双手渐渐往下 感受着女孩紧致的肌肤 哪怕隔着布料 他都猜到对方身体的美好 他捧弃女孩的脸颊 开始拥吻 轻柔地闻好似浪花 一点点吞没苏盼月的理智 让他想沉醉在这个吻中 迷离中 上身的衣衫已经被吞去 过过着的双风暴露在陈洛眼前 黑色蕾丝与雪白肌肤 形成鲜明反差 叫人热血沸腾 陈洛抵着他 一步步来到阳台 嗚 洛哥哥 会被人看到的 苏盼月开始小幅度扭动 紧张地想从他怀中跑掉 陈洛不理 继续吻他 明明是紧张的 可身体处在这种情况下 反而更兴奋 苏盼月只觉得 那天早上发生的难堪的事 又要发生了 大大 敲门声响起 两人的身体飞速分开 江亚习惯性地打开房门 我刚在楼下喊你你 都没听见了 江亚 苏盼月缩在陈洛的后面 借着阳台的窗帘 勉强遮住身形 陈洛把手里的衣服递给他 他赶紧往身上套 动作兵荒马乱 陈洛笑容尴尬 妈 你怎么都不敲门 嘿 刚喊你你都没听见 我可不救 眼见他身后探出的小脑袋 江亚犀利地神情一变 柔和得不可思议 小月来了呀 就连画风都变了 是阿姨不好 居然忘记敲门了 江亚一脸一母笑 很有自觉地退出去 来来来 你们继续联络感情 我就不打扰了 余光触及到陈洛桌子上的东西 咦 这是什么玩意 你怎么有这么可爱的小东西 陈洛身体一僵 苏盼月脸色一红 这这这 怎么就让他注意到了 陈洛脑子急速转动 马里扯晃 妈 大橡皮擦而已 橡皮擦还有条尾巴 看起来这么奇怪的 陈洛有些绷不住 试图赶人 妈 不要影响我和盼月了 行吧行吧 他这才关上门 一打岔 先前的气氛荡然无存 一时间都有些尴尬 想到毫无隐私的家 陈洛有些烦躁 不知想到什么 眼前一亮 小月 我们在外面再买个房子吧 家里总归没有自己的小家来的方便 我们像在学校外面一样 再找个公寓怎么样 到时候 他就可以抱着小月 做各种想做的事情 再也没有人可以打扰他们 第194章 什么家庭 陈洛速度很快 第二天就已经联系好中介 首先去的是 附近一个高档小区的精装房 两位 我们这个三居室地理位置 可是最方便的 出门三分钟 就是地铁站 公交站 交通十分便利 还是朝南的 冬天也有阳光 暖和嘞 楼下左拐就是美食街 既方便也不会太过吵闹 各方面条件都十分适合 中介殷勤的介绍 房子地处市中心附近 各方面条件都没得挑 苏畔月环顾一周 建装修很新 风格也还不错 冲陈洛点点头 陈洛四处看了一眼 最终把目光定格在客厅 似是在深思 中介眼珠子一转 立马推销 您看看 这客厅多敞亮大气 这两位看起来都不差钱 他都讲到这份上了 总该买下来吧 这套三百万的房子 他怎么这也能赚三万呢 正喜滋滋时 只听见陈洛的声音 不用了 我喜欢有阳台的 这个客厅虽然大 阳台却非常的小 也没有明亮的落地窗 提到阳台 不由得让苏畔月愣住 昨夜的记忆渐渐回笼 他们在阳台边拥吻 他抱着他 紧紧地 甚至试图上下其手 最重要的是 那么大的落地窗 如果外面有人的话 一定会看到的 虽然那个位置 不可能有人走过 苏畔月翘脸一红 轻轻捏了一把陈洛的后背 臭落哥哥 感受到女孩的举动 陈洛手背过 大手一张包裹着他 他想挣脱 反而引得他力度更大 啥 中介一愣 不会是没钱 还故意找理由吧 原先谄媚的态度 一收 沈氏的目光落在两人身上 很快就被他发现了不对劲 这两人身上 都是牟顶蛇大牌 如果在平时 看到一个人穿戴了 一件这个品牌的服饰 他一定当祖宗伺候着 可这两人满身都是 这说明什么 说明都是假货呀 要都是真的 光这两身就要上千万了 尤其是那个女孩 拿的包就几百万 还是不久前国外拍卖会上 刚刚拍出去的股品 什么家庭能这样 肯定是没钱 又打肿脸充胖子的 你是真的不喜欢吗 是的 麻烦找一个有阳台的 越大越好 陈洛态度仍然淡定 落在中介眼中 就是装得跟真的一样 中介撇撇嘴 一双三角眼里 满是鄙夷 现在的年轻人真爱装 他散漫点头 行 我大概知道 你们要什么样的房 来吧 我带你们去看另一套 有阳台的公寓 两人跟在中介身后 很快到了目的地 穿着中介制服的 另一个中介男人打开门 高兴道 刘哥 你找到这个房的买家了呀 刘中介不太想多话 点头 是啊 公寓比较小 看起来只有六十左右的样子 摆满家具后 难免有些逼责 不仅如此 室内阴暗异常 明明外面阳光大好 但室内显得十分幽暗 仿佛隔绝掉了所有阳光 甚至有阴风吹过来的感觉 冰冰凉凉 宛如毒蛇在手臂游走 让人十分不舒服 这个公寓便宜 只需八十万 水电家具都有 位置也便利 他撇撇嘴 随意地踢了个凳子坐下 看看吧 要的话就买了 姿态张狂 一副爱买不买的态度 叫他态度 陈洛不禁皱起眉 随即更是被价格惊到 在市中心只需要八十万 价格显然不对劲 为什么这么便宜 便宜不好吗 贵的房子 你租得起吗 陈洛眉头皱得更深 因为中介的态度 升起几分不满 我去 这个死宅居然有人赶来看 门外 有路过的居民惊讶出声 当初人死的时候 闹得可凶了呢 这买房的人 也太头铁了吧 死宅 注意到这两个字 陈洛情绪再也不掩饰 眉梢一条 灵力的气势铺天盖地 质问 这就是你工作的态度 介绍一个死宅 给我也不讲清楚 他凶起来 一双如鹰般的毛子 锐利地射向中介 含着森森寒气 叫人腿脚一颤 我不是说了 我要新房子吗 你这么办事 你公司知道吗 被这样的眼神盯着 刘中介只觉得 脖子被人抓住 生出一股窒息感 他缩缩脖子 你 你这不是没钱吗 迎接陈洛的眼神 声音越来越小 这个房子又便宜又有阳台 不合你心意 呵 陈洛冷笑 随便找个找个中介 都能遇到这种事 他今天还真是够摔的 陈洛牵着苏盼 冷冷看了他一眼 转身就走 不是 两位 别生气 刚刚开门的小中介 赶紧凑上来 你们之间 就是不是有误会 刘哥 你怎么能乱介绍呢 快道歉 我别这样 刘哥色力内人 你这个蠢货 他们看起来就没钱 我就算给他们认真找房 又能怎么样 刘哥 小中介急得都快哭了 在客户面前这么讲话 他们还怎么做生意 哼 这个客户你爱咋咋地 反正我是不管了 说完 男人直接走了出去 年轻男人深呼吸一口气 平复心情 歉意地看着陈洛两人 不好意思 我这位同事脾气不太好 他讨好地笑着 你们二位对看房有什么要求 我也可以为你们找房 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 看着对方神色真诚 陈洛原本积攒的怒气 也被压制下去 各方面的环境都要好 隔音要好 来往人流最好有限制 不要鱼龙混杂 对了 一定要阳台 钱不是问题 钱不是问题 这几个字 霸气侧漏 小中介细细打亮了陈洛两眼 明明长相帅气 气质也是一顶一的出众 看起来确实不像没钱啊 他那个眼高于尖的同事 真的没看走眼吗 陈洛说完 愣了愣 这样的地方 他自己不就知道一出吗 带我们去天原路的景乡别墅区看看 景乡别墅区 位于城东景乡旅游山区附近 环境优良 空气清新 距离市区又近 占据位置 环境各种优势 同样的 价格也特别的贵 一套小别墅的价格 就要两千万的那张 小中介愣了愣 这个少年能拿出这么多钱吗 剑尘洛气势淡淡 他不好阻拦 便点头 好 我这就安排 门外 偷偷蹲在门口 听动静的刘中介看乐了 小王 你是想开单想疯了吧 这人看起来像是有钱的样子吗 你居然敢带他去别墅去 有这时间 你还不如去看看 能不能认识两个大款 难怪你到现在都没卖出几个房子 嘲讽的语气 丝毫没有把几人放在眼里 刘哥 话不能这么说 王中介拧眉 较真道 我们的职业 不就是要带人看房吗 这只是我们的分内工作 第195章 新房 门外 刘中介的吵闹声 实在太烦人 陈洛还没说什么 小王中介倒是先开口 刘哥 这是我们的工作 你不要这么恶意揣测客户 他真诚地看向陈洛两人 景乡别墅区是吧 我这就带你们去看 反正都是工作 他之前带着那么多 看起来有钱的客户看房 结果对方 还不是什么都没买 带他们看房 也只是花点时间的问题 别墅区 确实如传言一般 风景秀丽 树木郁郁葱葱 高大茂密 隔绝掉浑浊的空气 使空气变得沁人心脾 内部房屋布局错落有致 距离比较大 也不怕没有隐私感 这个别墅区是去年才开售的 现在大半都已经卖出去 只有十几套是空置 我带你们都看看吧 小王笑笑 在前方开车 按照距离 最先到的一处三层别墅 欧式古典风格 风格梦幻 纯白的墙面干净利落 底下小院子 长着些浅红色野花 围着的白色木质栅栏 增添几分浪漫气息 优雅精致 这套房子是距离门口最近的 它面积很大 有300平 绿地面积有60平左右 很适合种漂亮点的花草 不过价格不菲 3000万呢 一般别墅的绿地面积 在30至50平左右 60平的绿地面积已经偏大 价格也会上升一些的同时 也会显得滑而不实 让人购买欲望没那么强 能种花草 苏盼月眼睛亮了 一个漂亮的花园 对女孩子来说 可是莫大的吸引力 见状 中介不经提议 不如进去看看 好 别墅内部装修 走清新风格 橘黄色的墙纸十分温馨 米白色可移动沙发 在落地窗一侧 上面铺着亚麻色沙发布 沙发前 纯白的椭圆茶几上 摆着一盆浅粉色小花 增添几分色彩 装修简洁 明亮 苏盼月走到落地窗边 见窗外流水缠缠 清丽透明 神色激动 洛哥哥 这里距离江边好近 嗯 看起来确实不错 能不错吗 卖五千万呢 中介心里小小付费 那么多人都看过这个别墅 最终都没卖出去 可不就是因为太贵了 虽然他对陈诺两人 没什么偏见 同样 也没多大期待 他提议 我们去看看别的别墅吧 还有比这里 视线更好的地方吗 嗯 这个可能没有了 这是这篇最大最好看的 那就他吧 陈诺随手掏出银行卡 有合同吗 中介愣了三秒 可他五千万呢 陈诺疑惑 很多吗 多吗 普通人穷几几生 都不一定赚得到的钱 对他来说 只是洒洒水 王杰嘴唇颤抖 压抑着激动 双手哆嗦地从包里拿出合同 有 有的 有的 回到公司 王杰整个人仍然是飘飘的 眼前的世界大变样子 原本无趣的生活 多了许多色彩 生活美丽的不可思议 售楼部 虽然处于下班时间 大家也并没有松险 有人正在给异项客户打电话推销房屋 有人收拾好东西 出去陪客户看房 也有人正因为卖出房而高兴万分 没有忙工作的人几乎都围在一个年轻女人身边 嘴里动听的话络绎不谈 还得是罗姐厉害 随随便便又谈成了一个别墅 是啊是啊 我们这些新人还得向你多学习 像我们罗姐 人漂亮 业绩还高 也不知道什么男人才有福气 娶我们罗姐回家哦 罗姐今年三十 靠出众的美色 在公司的业绩一向不错 眼下听着他人的恭维 更是觉得神清气爽 余光不经意瞟到愣神的王杰 坐在位置上 也不来对他说一声恭喜 当即冷哼一声 他做出指点模样 小王啊 我听刘哥说 你今天非得带两个看穷酸的客户 去看别墅趋势吗 不是我说你 你一个月才完成多少业绩 居然花时间浪费在那些穷鬼身上 就你这样 怎么可能赚得到钱哦 语气竟是奚落 其他人跟着帮枪 是啊 小王 罗姐说你 还不快听着 快过来谢谢罗姐 小王神色淡淡 是 是该谢谢罗姐提点 不过今天的客户不是穷鬼 他们有买房 人家可是动动手 就赚了五千万呢 过程中连眉头都没皱一下 说明这五千只是一点小钱 实际身家肯定几十个亿不止 文言 所有人都笑出声 难不成他还买房了 买了什么房啊 最后不会去把刘哥手底下 那个死宅给买了吧 不是的 王杰大声打断 是最大的那个八号别墅 今天的客户已经把它买下来了 各种文件都已经签好 钱也到账了 一时间 所有人都安静下来 八号别墅 如他的名一样 发发发 价格高的让人扎舌 装修大器 面积敞亮 风景秀丽 是不可多得的一处宅子 也是许多人听了价格后就放弃的宅子 眼下 宅子被卖出去了 小王 骗人可不是好的行为 就是 真卖出去了吗 是真的 不信你们自己看看交易中心 其中最不可置信的 就是罗姐 他靠着美色和那么多恶心的客户周旋 才能勉强卖出去一些房子 这个小王随便就卖了一套大别墅 他最先打开内部网站 找到八号别墅 看见已瘦两个字时 脸跟被狠狠扇了一巴掌一样 痛得他晕头转向 小王 一道浑厚的中年男生 在几人背后响起 一身西装的男人匆匆走过来 笑得脸部皱纹重叠 酷似巨花 听说 你今天为我们公司 卖出了八号别墅啊 我就说 你看起来机灵聪明 是能成大事的样子 业绩这么好 我让你做主管好不好 主 主管 在公司蹉跎好几几月 小王做梦也没想到 还有这机遇 当即点头 谢谢经理 江家 江可为满脸委屈 一双信眼蓄着泪水 沾湿睫毛 渲染玉气 小白花模样 换做普通人 可能早就对他心软 不过 这模样落在江母眼前 只会引得他心情越发不畅 他伸手在他胳膊上使劲面 我又不是要你去做妓女 你哭哭啼啼给谁看呢 叫你当宝洁 是为了你好 一天五百呢 够你半个月生活费了 江可为痛哭了 嗓音淒厉 宝洁那么丢人 叫别人知道了怎么办 第196章 去做宝洁 知道母亲 给自己找了一份宝洁的兼职 江可为心碎成一块块渣渣 眼里充满绝望 她都已经沦落到 去奶茶店咬奶茶 现在还要去当宝洁吗 叫人知道了 她可怎么见人 想到这点 哭声更加淒厉 哭丧一般 江母听的耳朵嗡嗡叫 手在她背上猛掐 力道一点都没控制 闭嘴 江可为被她掐得嗷嗷叫 慌忙往旁边躲 两人你追我敢 一个怒骂 一个哭嚎 只听江母气急败坏 我可是你亲妈 我会害你吗 老娘给你找的工作地点 可是大别墅 你进去了后 随便认识两个有钱人不好吗 就算当不了正房 当到二奶 搞她几百万过来 你这辈子 就不需要发愁了 江可为哭着哭着 声音顿时小了许多 等江母说完 她抹了一把泪 双眼发亮 浑身又充满干劲似的 有些埋怨 你怎么不早说 八号别墅 陈洛开车 带着安装工人来到这里 后面跟着一个大货车 里面近视各种摆件和家具 少爷 房子不是刚买吗 用得着这么快就布置吗 管家有些不解 因为我等不及了呀 陈洛倾笑 你去督促工人 一直我买过来的那些玫瑰花吧 好的 少爷 陈洛带着另外两个工人进门 仔细地吩咐 那个水墨画摆在客厅 那个花瓶放在进门的玄关 还有一件件 事无巨细 对于他和苏叛岳的小家 他处处细心 生怕哪一点没做好 等来到二楼的主卧 陈洛指着床上的大片空白区域 把婚纱照挂在那里就好 注意点 别歪了 两个工人抬着一幅巨大的相框 正是陈洛前几天拍的婚纱照 碧绿的话术下 男人搂着女孩的腰肢 举止亲密 面向镜头时 笑容甜美又幸福 正是处于热恋中的甜蜜模样 照片中的女孩眉眼弯弯 宛如夜空的繁星 明亮璀璨 盛满光泽 望着空荡的房间 一点点被东西充满 陈洛目光柔和得不可思议 很快 他就要把他喜欢的女孩 娶回家了呢 到时候 他可以和他每天溺歪在一起 再也没有事情可以影响他们 少爷 您看起来很高兴啊 管家路过他 笑着打趣 盼月小姐如此动人 也难怪你看着 会心里欢喜 不仅是少爷 连他们这些在陈家工作多年的庸人 都觉得盼月小姐绘质蓝星 是个不可多得的妙人 哈哈 陈洛倾笑 目光充满宠溺 是啊 我的盼月 确实很诱人 对了 少爷 楼下的花园已经一制完毕 我检查了一下 各项家具也摆放好 不过卫生还没开始弄 随便叫个宝洁过来 做就行了 我记得物业那边可以联系家政 好的 少爷 陈洛看着卧室开始踱步 思考怎样才能让卧室更加温馨 小月好像挺喜欢玩偶 这块空垫干脆摆他的玩偶好了 他还喜欢看书 这里稍微放几本贤书 看见飘窗旁的踏踏米 他动作一顿 笑容莫测 嗯 还能买点情趣用品 在窗边坐起来 盼月肯定会因为害羞而更激动吧 陈洛仔细思索着 规划卧室区域 啪哒 楼下 突然响起一声巨大的响动 在空旷的别墅 显得十分突兀 陈洛动作停住 楼下这是怎么了 紧接着是管家骂骂咧咧的声音 你怎么搞的 让你搬一下花瓶而已 还能把花瓶打坏 你这么毛手毛脚 家政公司怎么会招你 看着四散的浅绿色瓷片 管家又急又怒 他们这些在豪门干活的人 最怕的就是损坏东西 随手打坏的东西 可能上千上百万 浅灰色地毯旁 江可微泪眼滂沱 被骂得肩膀色缩 看着手心烟红的口子 心里阵阵发酸 他都已经受伤了 这个雇主不关心他就好了 居然还骂他 你愣着干什么 听见我说的话没有 管家气得骂出声 听 听见了 江可微捏如着 表情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 管家心里一梗 这是哪里来的大小姐 像是干活的样子吗 眼前他眼中一闪而过的不服 管家愣了愣 旋即 气笑了 老陈的眼中绿色深沉 你知道这个花瓶多少钱吗 你是不是以为很便宜 嗯 确实挺便宜的 六千而已 花瓶颜色看着喜庆 但很普通 价格在一众古董中不算什么 这个价格对陈洛来说 更是九牛一毛 但对于江可微来说 显然是难以接受的价格 什么 江可微惊慌地抬起头 你说他多少 六千 你一天的兼职工资五百 算下来 你要在这里工作十二天 才能赔偿他的损失 管家冷冷道 现在开始还债吧 几千块而已 本来是他能处理的东西 他要是态度好 他还可以决定不扣他的钱 但他一副极恨模样 看着就让人心生不喜 既然如此 他也没必要照顾他 该怎么算怎么算 江可微只决天又塌了一次 手上伤口都变得没有那么追星 心里开始滴血 整整六千块呀 他今天还只是第一次工作 妈妈还说 不会给他出这个月的生活费了 一时间 江可微眼前灰暗 顿绝生活无望 能不能不要扣我的钱 江可微哭了 太贵了 他来到别墅区 有钱人没见着一个 怎么就要倒贴六千块 为什么他这么倒霉 哭哭哭 你以为你是大小姐 我们真正的大小姐 都没你这么娇气 周围 只有管家的冷言冷语 江可微心里更加悲凉 对他的恶意 感到痛苦难过 自从离开陈洛 再也没有人能够在他失忆之际安慰他 在他难受时哄着他 在他缺钱时提供帮助 他真的好想陈洛 如果他在 肯定会替他好好教训这个 狗眼看人低的人 一道熟悉的声音 打断两人的谈话 管家 发生什么事情了 楼梯口 少年探出一脚 第197章 主人是陈洛 少年静静站在那里 窗外阳光汇聚 在他身后 形成淡淡的光韵 给他加上一层 朦胧不真切的滤镜 刀削般的脸庞 线条流畅 五官俊美 姿态倜 只是那双淡然的毛子 在江可微的脸庞停留一瞬后 转头时多了明显的厌恶 他看向管家 询问 发生什么事情了 陈洛 江可微愣愣地看着他 先前还在脑海中 苦苦思念的人 突然出现在自己眼前 他眼眶不由地一热 有种见到熟人的羞耻感 不过 他 会帮他的吧 他刚刚 被这个所谓的老家伙 给骂成那个鬼样子 分明是他得理不饶人 少年 管家语气恭敬 把刚刚发生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 莫料 语气气愤 他简直毛手毛脚的 一点不像正经宝洁 少年 听见这两个字 江可微委屈的情绪一顿 眼里涌现出满满的不可置信 陈洛是这个别墅的主人 这里可是八号别墅 是周围一圈最贵的别墅 价值好几千万的那种 咚咚咚 心脏快速跳动 江可微看着陈洛 目光再次浮现深深的痴迷 沉醉于他的魅力之中 他怎么会这么有钱 要是能分他一点点 他哪里还需要像现在一样苦苦工作 一脸陷入美好幻想的花痴样 管家见状 流露出明显的嫌弃 这是想来翘盼月小姐抢脚的吗 太自不量力了 他冷冷提醒 江可微小姐记得赔偿打碎花瓶的损失 江可微这才回过神来 他赶紧调整面部表情 使自己显得楚楚动人 柔弱单纯 陈洛 我不是故意的呀 那个花瓶太滑了 我一下子没拿稳 你能不能不要生我气 你也知道我的家庭条件的 只是六千块而已 算了好不好 哭声可怜 梨花带雨 乍一看 好似弱不惊风的小美人 泪珠轻垂 惹人怜惜 管家老脸颤动 刚刚认错认得那么不情愿 还是他说 要赔钱的时候才真的害怕 现在看到他家少爷 露出这副表情 是想勾引少爷吗 等等 他知道少爷的名字 说明他认识少爷 他们怎么会认识 管家心里锦铃大作 幸好 陈洛完全怜香惜玉的意思 他不耐烦地皱起眉 江可微 你自己犯的错 自己承担 神情是和管家如出一辙的嫌弃 他转过身 不忘提醒 下次招宝洁记得先试用一下 在他和小月的新家遇到他 可真够晦气 还打乱了他的思绪 更是令人讨厌 好的 少爷 宝洁 简单两个字 像是一团针 把江可微心里扎得千疮百孔 在陈洛心里他 就只是一个宝洁吗 只是 宝洁吗 背齿紧咬 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 江可微胸膛剧烈起伏 不敢相信自己 在陈洛心中 已经沦落到这般地位 喂 你愣着做什么 你现在还负债六千块呢 不会还想偷懒不干活吧 江可微的愤怒一收 差点忘了 他还负债六千块 我告诉你 来到这里 就收起你那点小心子 我们少爷的未婚妻子 人品好性格好 模样还一等一的好 不是你这种人可以比的 居然敢在他面前勾引少爷 小小年纪如此不自爱 肯定不是好女人 行了 快干活 厨房的灰都挤满了 去擦干净 怕他搞妖娥子 管家几乎是跟在他身边 监督他干活 江可微想偷懒都没机会 在他监督下 别说找机会 同陈洛说说话了 累得连乱想的机会都没有 一直到去二楼打扫卫生时 管家才因为上厕所走开 终于能偷懒 江可微累得大喘气 神色阴沉得能滴水 扫地声音哗啦哗啦响 把地板当成管家的脸 狠狠地摩擦 要是陈洛还喜欢我 我非得把你赶出去 江可微恶狠狠地嘀咕 叫你个老东西 流落街头被人践踏 由于太过气愤 扫到床头柜时没注意看 被尖锐的柜脚狠狠磕到 哦 江可微痛得叫出声 眼睛直飙泪 草 连个桌柜子和我作对是不是 他被气哭了 抬头时 哭声戛然而止 一双眼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快速被极度填满 而墙面的照片里 蓝天绿树 青年男女相互依微 举止亲密 一个笑叶如花 一个宠溺深情 谁看到了都要说一句般配 最重要的是 一个穿着婚纱 一个穿着西装 放在床头 说明这是婚纱照 陈洛和苏盼月要结婚了 这个消息 一下子让江可微大脑炸开 浑身哆嗦 不 不可能 他喃喃自语 他连陈洛的手指都没碰到呢 江可微的表情开始扭曲 恶意从内心深处冒出来 瞬间充斥整个内心 他们要结婚了 陈洛明明是他的 只是被他暂时搞丢了而已 按照少女言情的套路 陈洛应该回到他的怀抱 都怪苏盼月 抢走了他的陈洛 鬼使神差的 他举起手中的扫把棍子 使其正对上相片中 苏盼月的脸庞 只要他稍微用力 就可以不用看见 这张让他嫉妒到发狂的脸 正当他蓄力时 一道冷声打断他的动作 江可微 你在做什么 管家迈着一双老腿麻利地走过来 你拿棍子对着他做什么 你知不知道 这是琉璃相框 很容易坏的 江可微恶毒的脸色生生卡住 脸部肌肉呈现僵硬状态 模样十分滑稽 扮上 他干巴巴道 我 我没想做什么 他只是想戳花苏盼月那张笑脸 管家对着相框左看看右看看 确保没有问题才放松下来 他冷冷道 你知道这个相框多少钱吗 五百万 是古欧洲的皇室用品 箱的边都是纯金的 保存了几百年 你要是打坏了 把你卖了都赔不起 连他碰这些东西 都要小心再小心 他居然还敢那还敢拿棍子 正对着他 真是不知道 天高地厚 第198章 要结婚了 五百万 江可微先是一正 随即 被这个价格 惊得倒吸一口凉气 再听见卖了 他都赔不起几个字的时候 眼底浮现出 深深的不甘和难堪 垂在身侧的手握成拳头 任由指甲 深深嵌入手掌心 疼痛入肺 是啊 现在的他 确实是卖了 都赔不起五百万 明明以前 陈若韦在他身边的时候 别说五百万 就是五千万 他都不一定放在眼里 现在 被一个老匹夫欺负 你还愣着做什么 管家没好气地 把扫把往他身上对 扫地啊 不扫地等着我拿扫把扫你的脸 你是爱干活的 不是来当大小姐的 江可威掩住眼底深沉恨意 屈辱地接过扫把 等地上的卫生被打扫干净时 他嗡声嗡气开口 又要做什么 去擦相框 你看不到上面的灰尘吗 相框平时保养得当 但运输过程中难免沾上一些灰 看起来不够干净 他家少爷可是爱干净的的人 不能被这个相框影响 叫他去擦相框 江可威愣了愣 这回倒不是闲累 而是望着婚纱照上笑容美满的女孩 他内心各种情绪根本压制不住 凭什么他过得这么幸福 而他过得这么惨呢 江可威麻木地接好一盆清水 把抹布放在里面打湿 凝干后 再拿着湿抹布 踩着凳子一点点擦拭 站在仪器上 他与苏盼月的脸颊达到几厘米的距离 近距离观看 才发现 照片中的女孩美到不可思议 亚洲女孩对脸时 本就会更显得五官立体精致 何况苏盼月本身颜值就十分出众 线长睫毛浓郁如蝶翅 十分浓密 鼻梁高挺 嘴唇 脸颊 眉毛 无疑不完美 尤其是处在陈洛身旁时 本身高冷的气质淡了许多 双眸净是爱意 美好的像是化妆人 他怎么可以这么好看 江可威深呼吸抑制情绪 生怕自己控制不住 一拳砸过去 五百万的价格 足够他把各种阴暗龌龊的心思压下去 不爆发出来 管家坐在一边监督干活 见他一脸不满和扭曲 更是坚定内心想法 这个宝洁果然对少爷有想法 现在的女生真是置人之面不置信 明明少爷都有女朋友了 还这么不要脸 等江可威忙完 立即被管家带到楼下的花园 后方的庭院里 白色栅栏围成一圈 上面攀附着野生牵牛花 有股欧洲田园风光 不过江可威没关注这个 最先映入他眼帘的 是大片大片璀璨的花 鲜红的玫瑰怒放 爆发出浓浓生机与活力 此外 还有娇艳的粉家人 淡黄青雅的冷美人 小小的花园 各种花朵蒸奇豆艳 美不胜收 唯一的不足 可能就是鲜花有些烟吧 看起来像是移植过程缺水引起 去把地下室的化肥拿过来 给他们施肥 哦 施肥 江可威不情不愿地 拿着钥匙去地下室 回来时 双手空空 捂着嘴 发出阵阵干呕声 这是什么味道 太难闻了 他惊恐地拍着身上的衣袖 一脸后怕 哦 臭死了 这个活我干不了 你叫别人来吧 臭成那个鬼样子 简直就是动物的排泄物 怎么会有人人受得了这种味道 为什么要用这种东西来施肥 管家扯扯嘴角 只觉得无语 眼见他亮腔地摔倒在地 他也吸了敲打他的心思 冷漠开口 你要是不想干 也没有关系 把欠的钱赔给我 自己哪里来的滚回哪里去 江可威准备好的说辞 声声卡在喉咙处 被他狠狠咽回去 赔五千块 上次从家里 要了五千块的罚款 被一顿大打骂 身体现在还隐隐作痛 要是一分钱没拿回家 又找他们要钱 他肯定会被打死的 江可威心里是真绝望了 别啊 我要干 我干还不行吗 他吸吸鼻子 忍着满腹委屈 回到地下室 厚重的花肥堆在地上 他手捧起一脚 忍着味道 把他们抱在怀里 一步步挪回地面 哦 味道 直往鼻子里冲 整个人都 咽入一股臭味 江可威拿着小铲子 一束束地 给玫瑰花施肥 花朵明艳 生机盎然 一束束花 在阳光下灿烂生长 漂亮得不可思议 管家一个不爱花的人 看着小小的花海 都难掩惊艳 他嘖嘖称奇 不愧是少爷 亲自栽种的花 看起来就是与众不同 江可威抓住重点 这是陈洛亲自种的 是啊 我们少爷专门为了苏叛月小姐栽种的 收集花种子 都用了不少心思呢 要想花经验 需要花费的力气可不少 从选种 培土 栽种 选肥 各种流程都要细心耐心 才能让花长得漂亮 管家说了两句 走开去忙别的事 为苏叛月种的 江可威张张嘴 早就千疮百孔的心 又堵了堵 他 也喜欢玫瑰花的 陈洛忘了吗 愣神间 没注意到玫瑰花刺 一下子刺到手指 先前被花瓶碎片割到的手 本来就在隐隐作痛 眼下又被刺深深刺入手指 鲜红的血珠不断往外冒 江可威鼻子一酸 一整天受的打击 已经让他受不了 眼下 他只想抱着膝盖 狠狠哭一场 想着无人监督 他缓缓蹲下 抱着膝盖 打算冷静一回 嘟嘟两声 手机突然震动起来 打断他的思绪 看见来电人 他慌张地擦掉眼角泪水 强打精神 甜甜 你没有什么事 明明心情难过地要死 脸上还保持着一贯的高傲笑容 甜甜撇撇嘴 十分看不惯江可威的装腔做事 喂 我们宿舍的钥匙在哪里 在毯子下面 哦 正想挂断电话 余光注意到江可威身后大片的花海 甜甜眼里浮现出惊艳 你 你后面是什么 啊 江可威一愣 手机一转 把后面的景象露出来 出于视角原因 他的背后尽是花海 香槟色与浅粉等等 颜色错落有致 支撑一幅动人的画卷 龙墨重彩 好似上好的油画 第199章 玫瑰花海 玫瑰花 江可威转身看了一眼 身后的玫瑰花海 明明纯 心里有些不爽 他正在当保姆 处理这些祖宗式的破花泥 让他怎么回答 说他正在当保洁 这是雇主家里的花吗 他怎么可能会说 见他不说话 田田有些着急 这是哪里的景点 把地址发给我好吗 我想来打卡 打卡 什么打卡 文言 其他室友也看了过来 看到视频中的玫瑰花海 几人张大嘴 露出同款经验表情 我去 江可威 你这是去哪里了 太漂亮了 和我幻想中的花海 简直一模一样 几人眼中的羡慕 丝毫不加掩饰 望着这种眼神 江可威没了一瞬 自从网贷事情被揭穿 他已经很久没见到这种表情 再次见到 久违的幸福感 再次涌上心头 他下意识到 这是我男朋友给我准备的 一言出 田田几个眼中的震惊极度 更加明显 显然没想到 真相是这样 江可威机不可插的弯弯唇 一股诡异的满足感 从心中涌起 让他遍体舒畅 虽然玫瑰花海不是给他的 但是能让其他人羡慕 他就觉得畅快 甜甜牙酸 单巴巴的开口 你男朋友 对你可真好 心里跟吃了溜溜梅一样 酸滋滋的 江可威怎么会找到 这么有钱的男朋友 江可威心中的满足感越胜 表面故作矜持 一般吧 我觉得这些玫瑰花 品质一般般 还没有我前男朋友 带我去意大利度假时 见到的花还好看 几人眼里的羡慕妒忌之色更多 是吗 真好 挂断视频后 江可威闲不够 站在花丛前方 拍了一张自拍照 稍加美颜后 暗淡的肤色 变得白里透红 大大的信眼 含情默默 脸部削小 整个人颜值上升一圈 他打开微信的朋友圈 选定可看范围为几个室友后 把照片发在朋友圈中 富文 男朋友非要给我准备这片玫瑰花 再好看 也就是那样了 要是有姐妹喜欢的话 都可以来玩啊 因为还要干活 他匆匆关掉手机 并没有注意到 自己不小心打开定位 经大宿舍 看到定位的三人 下意识再网上搜索一下 景香别墅区008号 第一条搜索结果就是广告 上面显示着别墅的价格 五千万 三人发出同款尖叫声 草 江可威这回事 真掉到金龟絮了 妈呀 五千万 他这次谈的男朋友 怎么像陈老师一样有钱啊 想到有人正在 对他羡慕极度 江可威沉浸在满足中 笑容脸到耳后跟 干活都没影响他的笑容 你这是想到什么开心的事情了 管家走过来时看到他黄眼的微笑 烧尘谋 出声打断 让你做的事情做好没有 施肥施完了吗 江可威洗色一收 恭敬道 已经干好了 老皮肤 我笑一笑 还爱着你了 那你去打扫地下室 别在这里耳眼 哦 别墅大门口 陈洛打开副驾驶门 大手放在车顶下 避免苏盼月不小心磕到额头 小月 我给你准备了一份惊喜 你一定会喜欢的 两人携手来到后院的花园 目之所及 全是绽放的玫瑰 红的热烈 黄的富雅 蓝的奇特 色彩之浓郁 香味之扑鼻 叫人心神一震 苏盼呆呆地望着眼前的花海 她是喜欢花的 不然也不会在听到 别墅绿地面积大的时候 会更感兴趣 可她不知道 陈洛给她准备了一处精致的玫瑰花海 朦胧的朱迪 安丁娜 绿光 苏盼月走进花丛中 看着一朵又一朵的玫瑰花 叫出他们的品种名 都是在玫瑰花里 颇付盛名的品种 见女孩一脸欣喜 陈洛目光柔和 谦虚道 都是我随便种的 也不知道合不合你心意 合 苏盼月重重点头 象征爱情的玫瑰花 亲手种植的玫瑰花 灿烂开放的玫瑰花 怎么可能不合她心意 她走回去 一把拦住陈洛的脖梗 点脚贴唇 熟练地在她唇上落下一吻 五 陈洛被她的指尖弄得一愣 反应过来后 搂住她的腰支 绝美的背景下 两人拥吻 难舍难分 水辱交融 暗处 江可威蹲在地下室的入口处 因为愤怒和妒忌 全身颤抖 轻 有什么好轻呢 简直恶心死个人 她在心里骂骂咧咧 骂着骂着 手里的活还得继续干 不想再给自己找难受 她转身进入地下室 肥料的味道久久不散 在空气中急剧 江可威走进来 被熏的脸皱成一团 地面是水泥地板 走动时才发现 看着不起眼的地板上 吐着厚厚一层灰 嗨嗨 江可威表情痛苦 拿着大扫把 一点点打扫卫生 哦 时不时伴随难言的干呕声 等地下室清理完毕 已经到了黄昏时间 江可威拖着疲惫的身体 换下工作服 闻到身上臭味明显淡下时 眼睛一色 凭什么我就要这么辛苦 因为太累 她没力气继续哭泣发泄不满 按着眉心 慢慢走出别墅 江可威 激动的喊声 叫她停住脚步 精致打扮一番后的甜甜三人 出现在她眼前 每一个都穿着好看的连衣裙 画着全装 连头发都打理得漂漂亮亮 一个个笑得温柔又热情 你在朋友圈说 想来的姐妹可以来 我们现在来了 你不会不欢迎吧 是啊 我还给你发了消息 但你都不回我 还以为今天看不到玫瑰花海了呢 话说薇薇你 怎么这么疲惫 是不是男朋友太热情了 她怎么不送你回去 你还要一个人走路吗 叽叽喳喳的话 让江可威大脑嗡嗡作响 她强打精神 笑得扭曲 你们是怎么知道我在哪里的 哎哟 你发了定位啊 定位 江可威眼前一黑 她不小心打开了定位吗 见她表情 三人对视一眼 觉得不对劲 殷勤的态度一收 你好像很不欢迎的样子 喂 我可是为了玫瑰花海 专门打扮一番 你可别告诉我 这不是你男朋友给你准备的 第二百章 被拆穿 这几个瘟神怎么来了 江可威心里着急 抢笑着 怎么会 你们来玩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她挺起胸 让自己状态显得好一些 唇角微弯 摆出热恋中的娇羞美满感 我男朋友不是没空 是今晚有个饭局必须要去 你们知道的 他们家要做生意 饭局必不可少 既然你们想看花海 我当然会带你们进去 来 走吧 她在前面带路 看起来从容淡定 实际上 紧张得手心出汗 管家刚刚出去了 她不知道她去干什么事情 更不知道她 什么时候回来 要是等会让她撞见几个室友 她可就完了 别墅内部布局有致 低调奢华 灰红大气 几人一边看一边拍照 什么时候我也能有这么一套别墅啊 哦 那我一辈子都可以不用努力了 别想了 下辈子吧 看完玫瑰花后 我们来前面的庭院拍拍照吧 那个秋千可真好看 姜可威暗暗咬牙 拍拍拍 拍个屁拍 没见过世面的香巴佬 脸上挂着截然不同的得意笑容 你们想拍也可以 那是我男朋友为了我玩专门搭建的秋千 拍照还挺出片的 你男朋友对你也太好了吧 也就一般吧 随着几人来到后面的玫瑰花海 瞬间激动 能让苏盼月都觉得惊艳的玫瑰花海 对三人来说 无异于一场视觉盛宴 天啊 甜甜激动的一拍手 海洋之歌呢 好可爱啊 他伸出手 直接掐了一朵紫白玫瑰花 就是这个味道 我喜欢 他嗅着玫瑰花露出满意神色 一番动作 看得姜可威心脏一颤 他他他 他居然把她拔了 甜甜也意识到自己有些激动 微微 反正都是给你准备的 那我拔掉一朵没那么贵重的玫瑰花 应该没有问题吧 虽然好看 海洋之歌并不算稀有品种 甜甜自顾自的说着 不管他反应 又连拔了好几朵 他拿出一个发圈 把玫瑰花门捆在一起 做成简单花束 姐妹们 快点给我拍照 地上 散落的绿叶和花瓣 叫姜可威心脏狂抖 他在管家回来之前就清理好的花 应该不会被发现吧 反正这里这么多玫瑰花 甜甜拍完 另外两人也争着要拍 连摘了好多玫瑰 有人没站稳 脚一滑 一屁股坐下去 压倒了一大片花 他跟没事人一样 拍拍屁股站起来 可威 你男朋友应该不会生气吧 冲击太多就显得麻木起来 姜可威心在滴血 僵硬摇头 几人玩闹了好一阵 天色昏沉后 才意犹未尽地 从玫瑰花丛中走出去 他们一番玩闹 原本精致漂亮的小花园 也有了不小的变化 边角的玫瑰花被压倒 四处都有散乱的叶子和花瓣 凌乱不堪 突得 有人停住脚 目光炯炯地 看向别墅里面 姜可威 你不是说你男朋友出去了吗 那别墅里面肯定没有人 你带我们进去参观一下呗 是啊 我还没见过五千万的别墅 长什么样子 还要见别墅 原本送了一口气的姜可威心 又狠狠提起 笑容几乎要装不下去了 苦着脸硬鹤 行 我带你们进去 管家这么久都没回来 今天应该不回来了吧 抱着侥幸心理 他带着几人进屋 奢华的摆剑 叫几人大为吃惊 三人东看看西摸摸 满怀憧 这个古董是明朝代 哦 那个古画好漂亮 往里走 几人才发现 古画下摆着许多小相框 相框中 全是一对男女的婚纱照 四人几乎是在同一时间 注意到照片 画面中 男女幸福地玩手 接吻 各种动作 亲密无见 颜值绝佳的同时 也让人觉得十分熟悉 陈洛 苏叛月 有人立声质问 姜可威 这里怎么会有陈洛和苏叛月的照片 所有的侥幸心理 在看到照片的那一刻 溃不成军 姜可威脸色一寸寸惨白 为什么陈洛会趁他下午不在别墅的时候 把这些照片放在客厅里 这里到底是不是你男朋友家里 你可别告诉我 这里是陈洛和苏叛月的家 你赶紧说啊 姜可威捂着脸 不想回答他们的话 在他们一步步逼问下 最后才结结巴巴开口 其实我是在这里搞卫生的 不是故意骗你们的 三人爆发出尖锐爆鸣声 你见不见啊 先前有多羡慕 现在就有多恶心 目光的极限转变 让姜可威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在他摇摇欲坠时 他最不想见到的人 也终于回来了 管家看见落地窗后的狼藉 再看姜可威身边陌生的的三人 气笑了 满是沟壑的脸沉下 冷力感十足 他语气森森 我不管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你们踩坏了我家主人的花园 现在都给去清理干净 不然就走法律程序 众人难看地拿着工具去收拾花园 穿着漂亮衣服的三人 拿着陌生的农具 再看姜可威 恨不得把他虚伪的脸给撕碎 有脸皮薄的五脸婴婴 人家不会以为我私闯民宅吧 姜可威 你要是早点说 这里不是你男朋友家 我怎么可能会来 都怪你 陈洛老师要是知道了 肯定会讨厌我们 姜可威 我真是受够你了 以后我再相信你一句话 我就不是人 三人发泄中心中怒火 姜可威被骂得难堪 眼神闪过愤恨 因为他们 他也不爽 小声嘟囔 还不是你们这群 没见过世面的人非要来 不然他也不会出丑 你说什么 眼见快要吵起来 陈洛也终于回来 管家把事情简单讲了一下 三个女孩泪眼汪汪地看着他 一个个言辞诚恳 陈老师 都是姜可威骗了我们 不然我们不会这么做的 是啊 闯了您和盼越同学的家 我们非常抱歉 老师 能原谅我们吗 我们真的不知情 对待学生 陈洛下意识 就会宽容几分 他摆摆手 算了 你们记得下次注意一点 管家 找人送他们回去吧 他们都是我教过的学生 第201章 差别对待 好歹也是他的学生 听着这句话 姜可威神色呆滞 他 之前向他求情的时候 说了那么多次 看在失声情义的份上 他什么时候心软过 现在田田几个人 践踏了他为苏盼越 准备的玫瑰花海 他为什么还能这么气定神闲 姜可威扯扯嘴角 悲伤到极致之际 竟然有些有些想笑 一切的一切 不过是因为他讨厌他 所以处处不饶他 所以不会体谅他 姜可威泪也朦胧地 注视着陈洛 饱含无尽的心酸与落寞 脑海里 胖乎乎的少年又一次出现 极尽体贴地对他诉说 无尽爱意 现实中 他却早就弄丢了他 和他难过的心情 截然不同的是 甜甜三人的欢喜 谢谢你 陈老师 你是我们京大最帅 最负责最好的老师 是啊 潘越同学 你真幸运呀 能遇到陈老师 这样的男朋友 祝你们长长久久 苏盼越被夸得一笑 行了 你们都快回去吧 保镖开车出现在别墅门口 是一辆普通法拉利 小几百万的那种 见着豪车 三人神色欣喜 看姜可威的时候 怒气都淡了些 行了 别跟一副死了妈的样子 现在不是没事吗 你就感谢陈洛老师大人有大量 没和我们多计较吧 是啊 对他们 陈洛大人有大量 连自己的劳动成果 被践踏也没有生气 对他 却连几千块钱的罚款 都不会轻易姑息 姜可威不想再听他们的吹捧 推开车门下去 感受凉风吹过 他才觉得好受一点 你又发什么神经 我还要回学校呢 姜可威由着气性 冷哼一声 既然你们都不喜欢我 我就不和你们一起走了 切 谁稀罕 室友翻了个白眼 小哥哥 不用送他了 送我们就好 车子很快驶远 姜可威难过了好一阵 心里逐渐扭曲 陈洛 你这么对我 迟早有一天会后悔的 我告诉你 我姜可威也不是挥之急来 呼之急去的人 总有一天 我会站在比你还高的角度 让你只能仰望我 他在心里默默发誓 一点都没注意到风 逐渐变得不对劲 初时凉爽的风 在刮了一会后 变得冰冷刺骨 轰隆一声 雷一声滚滚 下雨了 姜可威一惊 慌忙拿手里的布包折头 密密麻麻的雨滴 垂直地往地上砸 几下就让地面完全湿透 姜可威的包 也完全近尸 变得沉重 他赶紧拿出手机打车 出了别墅区 是一段无人的 靠近山区的街道 行人稀少 在这个点 根本没有网约车接单 大雨倾盆下 姜可威狼狈地往家里跑 零了半个钟才回到家 遭到姜母不满的渣唬 死丫头 都几点了 出去不知道带伞吗 赶紧做饭 我饿了 第二天 姜可威醒来时 整个头像是吊着铁球 一般沉重 浑身瘫软无力 他撑着身子 好半天才从床上起身 一开口 石子割剥里一样的嗓音 简直吓人 姜可威看向床头柜的小镜子 只见镜中的他 脸部红得不成样子 连嘴唇都变得通红 他 发烧了 姜可威摸索着找出体温计 看见39度的温度后 心里一震 烧到这么高了 还怎么工作 他拿出手机给管家发消息 讲了身体的状况后 可怜巴巴地道 管家叔叔 我今天不去工作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不过本月工资减500 陈家 管家看着手机的消息 冷哼一声 陈家的庸人 是可以带新修病假的 但按规定来算 姜可威只是一个临时工 可没这种待遇 而且 他看这个心术不正的女人 十分不快 也不想给他放水 扣500 已经被扣了6000 要是再扣下去 这个月给不了钱给妈妈 他就凉了 姜可威哭丧着脸 顶着39度的高烧 来到陈家 人是来了 走路摇摇晃晃 好几次差点摔在地上 脸色异常明显 状态一看就不对劲 在他擦了一个花瓶后 小心翼翼放回原胃后 累得直咳嗽时 陈洛路过他身边 敏锐道 你感冒了 用的是肯定句 姜可威一愣 迷迷糊糊糊点头 管家 陈洛语气突然加重 不怒自威 他感冒了 你没看出来吗 为什么要让他来这里工作 严厉的语气 不仅吓得管家赶紧过来 也让姜可威目光清醒两分 他不可置信地看着陈洛的身影 张纯 神色激动 陈洛刚刚在为他讲话 他在心疼他 姜可威心花怒放 连疲惫的身体 都变得轻盈了两分 呃 少爷 管家找不 我给他讲不来上班 就要扣五百工资 是他非要来的 他要来你就让他来 愣着做什么 赶紧去叫家庭医生过来 出事情了 你能担待得起吗 叫家庭医生 姜可威觉得自己在做梦 如怀春少女看向陈洛 昨天还让他伤心失忆的人 在内心深处 其实也是在乎他的吗 在看到他病重的时候 终于不像平常一样 对他冷漠疏离了吗 姜可威激动得想流泪 如果可以 他希望自己永远不要病好 沉浸在幻想中 他完全没注意到 陈洛的目光根本没往他身上放 陈洛心里焦急 整个人被放在火架上考试的 姜可威在这里工作 咳嗽呼吸时 病菌肯定会散在空气中 盼月上午还来客厅走动过 肯定被病毒污染到了 如今天气变幻莫测 要是盼月生病了 肯定要花很久的时间才能痊愈 要是盼月生病 陈洛心脏狠狠揪起 看管家的目光染上薄木 工作怎么可以这么粗心 随着医生匆匆到场 陈洛提过他手里的医药箱 着急道 我女朋友今天接触过重感冒的人 你帮我看看 他有没有被传染 走路速度太快 路过姜可威时 在他身边掀起一阵小小的风 姜可威笑容定格 原先温暖的心脏被冻住 啪哒 成了一块又一块 第202章 形状怪异 管家急得擦汗 余光撇到僵硬的姜可威 没好气道 站在这里做什么 我这里不需要门审 他有些迁怒 真是的 生病了还非要来工作 行了行了 赶紧回去养病 养病期间工资按400算 嫌弃的声音 让姜可威身体稍微有了知觉 望着楼梯口已经消失的身影 脸上出现自嘲的笑容 他又在幻想什么 陈洛的态度 不是已经那么明显了吗 啊 哈 他怎么可能在意他 不在乎他们以前的情义 不在乎师生之情 不在乎雇佣关系 他 早就对他反感至极 姜可威失魂落魄地回去 洛哥 我真的不想喝了 苏盼月一脸抵触地 看着桌上的黄色浓汤 五官皱成一团 汤是最普通的姜汤 加了冰糖中和 味道仍然十分辛辣 我都已经喝了三天了 能不能不喝 姜可威回来工作时 正好听见苏盼月撒娇的祈求 他对面 陈洛拿着勺子 轻轻吹气 等他便温良 往苏盼月嘴边送 小月乖 他柔声道 你很可能已经感染病毒 不喝一点姜汤 增强抵抗力 感冒了怎么办 乖 良药苦口利于病 可是真的太难喝了 他难得撒娇 洛哥 不要再让我喝了 陈洛做出同款表情 小月 看在汤是我亲自熬的份上 你就喝一口吧 语气脱长 有骨嗲嗲的感觉 在外清冷淡漠的人 和心上人相处时 都会不自觉放软语气 姜可威捏着衣角 神色灰暗 大病出狱 他状态不算好 眼下见到两人亲密的相处 情绪一下子变得低沉 苏盼月还没生病 陈洛就出于预防 给他亲自熬姜汤 督促他喝 而他 在过去三天 还要被姜母催着 干各种事情 为什么他的命 就是比不上苏盼月 为什么他出生的时候 不是附加千金 为什么陈洛爱的人不是他 极致的对比 让他内心极度新大气 视线落在两人身上 直勾勾地看着他们的互动 注意到这股不舒服的打量视线 陈洛偏过头 看见姜可威时 目光冷却 你来做什么 他仓促地收回目光 眼住眼中极度 等我病好了 就回来继续上班 不用了 陈洛淡淡道 他招手叫来管家 把他这一个月的工资 结给他 叫他不用来了 前几天忘记解雇他 他带来了感冒病菌 要是把他留下 他又生出其他恶毒心思 怎么办 有姜可威在 陈洛就觉得 没有好事发生 好的 少爷 扣除花瓶 姜可威还能拿到九千块钱 看着洪彤彤的钞票 姜可威呆呆的 他就这么被解雇了 那他现在应该去做什么 回家镇公司 等待别的雇主雇佣他吗 那个臭脸管家 肯定会给他差评 他再想要雇主就难了 他还没有调到有钱男人 打脸陈洛呢 回去了 妈妈不会又打他吧 姜可威想事情 想入了神 走在路上 没注意到 前面是一个下坡台阶 小心 施重感袭来的那一刻 一只大手稳稳拖住他 男人目光温柔 这位小姐 下次走路不要那么粗心 摔倒很疼的 声音缓缓 给人如沐春风之感 姜可威视线聚焦 眼前的男人长相一般 脸上挂着温和笑意 但是穿着高定西装 剪裁得当 质感十足 万间戴着劳力士的手表 链条呈现金色 是纯金的 有钱人 还是男人 这不正是他现在需要的人吗 一个呼吸间 姜可威思绪万千 神色大便 摆出孤苦可怜的模样 他感激地看着男人 声泪俱下 谢谢 谢谢你 我好久都没遇到 您这样的好心人了 他长得清秀 虽然人不算明艳 但摆出楚楚可怜姿态时 像是一朵顽强拼搏的小白花 正在努力对抗世界的不公和龌龊 坚韧不拔 脆弱又充满毅力 健壮 男人果然心疼 问道 小姐 你发生什么事情了 姜可威哭哭啼啼 我 我是这里一户人家的宝洁 我只是想努力兼职赚点钱 可没想到 我居然遇上了变态 你知道吗 那户人家虐待我 我每天工作已经很辛苦了 可他们看我不顺眼的话 就会打我骂我 你看 我身上全是伤痕 他露出胳膊的痕迹 一条条的 一块块的的伤痕交错 指的轻的都有 各种伤痕展露在瘦弱白皙的胳膊上 触目惊心 都是姜母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 姜可威捂着脸 现在他们连工资都不给我发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小姐 我会为你做主的 不 不用了 那家人家大业大 你不必为了我麻烦 他哭得鼻子通红 眼神痛苦迷茫 绝望的男男 我只是想找一份 按时劫工资的工作而已 整个人充满破碎感 男人目光更加心疼 那你来我这里工作吧 等的就是这段话 姜可威强压内心兴奋 被泪水打湿的眼睛 因为激动 水雾弥漫 真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男人给他转了一笔钱 当作定金 带他来到自己家中 浴室水深花花 在经过半天的相处 姜可威在别墅转了一圈 发现各种家具价值不菲后 心中蠢蠢欲动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 对他有感觉的男人 他可一定要把握住 想到这 他走进男人的卧室 找出一件白色衬衫 宽大的下摆 堪堪遮住大腿根 下身不着寸缕 空空荡荡 随着水声停止 估计男人正在使用沐浴露时 姜可威拧开门把手 眼中的神情 立即转换为不安 像是单纯的小白兔 萌萌不知所以 他露出青色白人的身体 紧张道 先生 我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 他们说 女孩子的第一次是醉饱 酝酿情绪时 姜可威眼尖地发现 男人旗下那里 形状怪异 他看过黄片 知道正常男人的器官 是怎么样的 眼前这个 也太微小了 第203章 真的报复了 这么一点大小 能顶什么用 姜可威咽了一口唾沫 动作愁愁 脑海中 不禁回想起曾经 在游泳馆见到的陈诺 人和人的差别 怎么能这么大呢 我帮你只是出于不忍心 没有别的所图 男人扯过旁边的浴巾 挡住下半身 你没必要付出这么多 姜可威回过神来 望着男人的脸 动作陷入僵硬 现在要怎么做 那么小的玩意儿 等等 他有钱啊 想到这关键的一点 什么长得小 不够帅 种种缺点 全部被姜可威抛在脑后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 嘴角微微翘起 是他练习过许多次的笑容 青涩 单纯 又有一股不自知的眉意 于无形中勾人 他弱弱道 可是 我想报答你 而且 我发现我喜欢上你了 姜可威紧张地贴近男人的身体 气息喷洒在他身上 惹得男人全身发痒 他羞答答地开口 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 紧张的神情 像一个不安适适 还想引诱男人的小白兔 男人一把把他搂入怀中 眼里闪过暗息 好 姜可威开始和男人私混在一起 男人对他体贴 带着他坐豪车 住豪宅 平日里出入各种高档场合 随手送的一件礼物 价值起码五位数 各种事情都非常符合他的幻想 他再也不需要辛辛苦苦干活受气 手里宽裕起来 甚至能在外面呈呈阔气 日子别提有多舒畅 没过几天 到了八月底 别墅 在和男人几乎没实感的温存一番后 姜可威在里面漫步 在爱情和金钱双重滋润下 他现在状态焕然一新 曾经常常出现的扭捏眼神消失许久 取之而带的是高高在上的不屑 要是早遇到李哥就好了 他感叹一声 哼 陈洛 你这个狗眼看人低的家伙 就算不靠你 老娘就得不到那自己想要的东西了吗 不自觉间 他走进一个房间 房间装修十分大气 摆着许多少女喜欢的玩偶和摆件 姜可威的目光被旁边的衣柜所吸引 近视大牌的衣物 渐渐奢华 设计感满满 从长裙 短袖到半身裙 皮衣各种款式的衣服应有尽有 姜可威眼睛一亮 这肯定是李哥给他准备的吧 他扒拉着衣柜的衣柜 在里面仔细翻找 马上就要开学了 我可要好好选一下穿什么衣服 学校里的人不是看不起他吗 他开学一定要好好打扮 让那些看不上他的人睁大眼好好看看 翻到最后 他挑选了一件米白色连衣裙 款式简单大方 布料贴身 能最大限度张显然的身材 反校日 姜可威画着全装 明艳精致 白色短裙包裹着凹凸有致的身材 娇好完美 裸露的皮肤白到发光 尤其是小短裙 只到了大腿跟异点 两条细长腿十分晃眼 形象清纯可人 娇俏大方 站在校门的花园口 吸引了不少人 男生们的目光 纷纷落在他身上 我去 那个女生长得好漂亮 我之前怎么没在京的 见过这个气质美女 甚至有人找他要微信 姜可威笑容得体 礼貌回应 不好意思 我有男朋友了 话一出 男生满脸失望 唉 好吧 听见他有男朋友的消息 男生们纷纷开始失落 姜可威模样温婉 祝你们早日找到称心的女朋友呀 美女连拒绝都这么温柔的吗 在一边观察的男生极度出生 真羡慕她的男朋友 话一出 立即惹来旁边女生的白眼 田田三人的表情 是出气一致的牙酸 草 她怎么变得这么好看了 那一身 可是像奶奶今年新出的裙子 小两万呢 她怎么可能这么有钱 面对姜可威的变化 心里感到十分不平衡 姜可威也注意到他们 挂着音音笑意走过来 你们说大概四点到学校 既然我们是室友 那我也四点到 和你们一起进学校啊 田田磨牙 呵呵 分明是想在校门口 多逗留一会出风头吧 顺便叫他们羡慕她吧 现在还有男人眼巴巴望着她呢 姜可威十分享受他们的目光 就是要这种极度表情 人群中 突然出现一阵小小的惊呼声 顺着目光看过去 只见一辆浅蓝色保时捷 减速驶入京大校内的车道 车窗大开 驾驶位上的两人十分明显 苏盼月今日穿了一件浅粉色短袖 款式较为普通 但颜色清新 粉粉嫩嫩 衬得人肌肤如雪 容颜如化 短短出现十几秒 先前还停留在姜可威身上的目光 纷纷转开 在颜值上 苏盼月简直是吊打 不需要多华丽 光是出场 就能让人一步开眼 姜可威满意的笑容 出现裂痕 哼 这些没品味的男人 他吃扁 田田三人心里就乐呵了 连带着说话都加枪带棒 姜可威 你穿的这件衣服 是真品吗 别是买了艳品来糊弄人 艳品 姜可威冷哼一口气 他的有钱男朋友 怎么可能买艳品 他神色不屑 你们不知道看质量吗 他的质感 怎么可能是假的 身上的衣服十分精致 光是外形 确实不像假的 那就是你花钱租的 姜可威轻笑一声 美眸流转 闪过几分轻蔑 他撩起裙子一脚 那你们可要认真看看了 我的这条裙子 被我改短过 还有针线的痕迹呢 要是我租的 我敢改吗 想到男朋友很有钱 姜可威现在就自信十足 说话都很有中气 三人凑过来 见到不一样的针脚痕迹 印证他的话 表情开始不爽 难不成他真的突然报复了 怎么偏偏是这个 虚伪浮夸的女人报复了 姜可威最为欣赏 他们这副看不惯他 又无可奈何的表情 他娇笑出声 哎 实话告诉你们吧 这是我男朋友送给我的 我男朋友 年纪轻轻 就已经是上市集团的老总 身家几百亿 住的是景乡别墅区 开的是百万起步的豪车 你们懂吗 第204章 眼熟 如果是之前的姜可威说这些话 三人只会觉得他在吹牛 可现在 他神态都变了 先前的阴暗一扫而空 举之而代的是活跃和明媚 和那个扯谎 骗他们的局促模样 大相径庭 你们不懂也没关系 我没遇见他之前 也同你们一般 不过你们可就没有幸运了 妾 田田实在看不过眼 阴阳怪气 你可别又像之前一样 故意骗我们 嘴里说着 是你男朋友家的别墅 结果真的到了现场 还能发现别人的婚纱照 那我就带你们去看看 我男朋友的家 姜可威双臂还凶 据傲道 也让我带你们见见世面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有钱的男朋友 不让他们见见 不就白谈了 景乡别墅16号 姜可威带着江姓姜姨的三个室友来临 亲爱的 我回来了 他语气轻快 走进别墅 一把抱住男人 你有没有想我 想 当然想 男人轻笑着 把他拥入怀 客厅装修精致奢华 有股古朴韵位在其中 落地窗前 是一个木制小桌子 上面摆着青花瓷茶壶 以及一杯热茶 热气阴晕 茶香清雅 让人一见便觉得 他是有品味的人 虽然男人长相一般 但是气势淡定 像是经历过许多大风大浪 不惧小风雨的大人物 姜可威独唇 这些都是我的室友 他们不相信 我谈了你这么优秀的男朋友 你不会生气吧 怎么会呢 你可是我的宝贝 男人温柔地说着话 只是在姜可威 看不见的时候 眼底划过紧张 怎么带了这么多人来 希希 亲爱的 你最好了 嗯嗯 老公 我室友们都来了 不如今晚招待他们 在这里吃饭吧 给他们吃吃贵点的东西 见识一下 啊 男人愣了愣 行吧 吃饭 这一回 天天三人内心 生出几分期待 别墅这么大 看起来这么豪华 会请他们吃一顿 怎么的饭呢 清蒸大闸蟹 澳洲大龙虾 鱼子姜 姜可威也很期待 等他点一顿奢侈的外卖回来 看他们还有什么话说 男人撸起袖子 转身进入厨房 行 今天我就好好招待一下你们 看动作 竟然是要亲自做饭 哇 天天三人咽现 可威 你男朋友这样的大人物 居然会亲自做饭吗 那味道是不是也很不错 人家这种大人物用的食材再差 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食材也好 味道肯定也好 姜可威被夸得飘飘然 这还是他男朋友第一次做饭 也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随着一盆饭菜被端上桌 几人心中的期待一下子清空 只见桌上 白色瓷盆装着一盆汤 汤上漂浮着一层白菜 菜被煮过头 显得软烂黏腻 汤汁呈现透明色 连点油都看不见 是清水煮白菜 现在的年代 除去减肥 根本不会有人这么做饭 姜可威脸色爆红 恼怒地看向男人 亲爱的 你怎么做这种菜 他走过去 压低声音说话 可 家里没菜了 男人神色不太自在地转过头 没菜了 可以点外卖啊 姜可威咬牙 但又不敢说出来 他不敢让他觉得 他是为了他的钱来的 可这种清水煮白菜 给谁吃呢 甜甜三人对视一眼 有种莫名的熟悉感 不会又像之前一样吧 原先面对姜可威的羡慕目光 变回审视 隐隐有几分讥讽 姜可威脸颊火辣辣的疼 他抢笑 算了 估计你们也没胃口 亲爱的 我带他们去楼上的房间玩玩吧 行 你去 可威啊 你这个男朋友 是不是有点太抠了 是啊 清水煮白菜 我家都没这么抠 一声声的 听得姜可威心里十分不自在 开始找播 他家里以前穷 节俭惯了 你们不要想多了 节俭惯了 分明已经是抠门的程度 要是真的家财忘惯 怎么会在影视上这么抠锁 三人心里小九九直帽 直到进入二楼衣帽间 心思才转移开 满柜子的衣服 衬衫 短袖 连衣裙 半身裙 种类繁多 并且 每一件的设计都很别致 精致又漂亮 我记得这件 是云朵之前的夏季新系列 我的妈呀 好漂亮 好好看 可威 我可不可以试试 当然可以 几人在衣柜里翻来覆去 原先整洁有序的衣服 逐渐变得凌乱 颇有当初 践踏玫瑰花园的气势 他们试着衣柜的裙子和鞋 各种搭配 开始平头论足 这条杏色衬衫好好看 搭配小皮裙 肯定很亮眼 这条天蓝色连衣裙也不错 仙气飘飘的 听着他们的羡慕 将可威胸膛一挺 眼尾划过两分高傲 突得 有人冒出一声 咦 这个裙子 怎么这么眼熟 眼熟 什么眼熟 是有一点 我记得苏盼月之前 也穿过这条烟灰色短裙 可威 你怎么和他买一样的衣服 你居然敢和他撞衫 真是不怕尴尬 入学时 苏盼月凭借惊人的美貌 在京大掀起一阵风浪 直到现在 风浪也没有淡下去 平日 他穿着都很简单 但角色的容貌丢在人群中 也是最显眼的那个 偶尔重要的日子 随便搭配一下 换身没那么简朴的衣裙 颜值直接大杀四方 江可威最不喜欢听见苏盼月三个字 当即成脸 怎么可能 你们肯定是记错了 我男朋友送我的衣服 都是独一无二的 怎么不可能 有人拿出手机翻找照片 你自己看看 苏盼月穿的衣服 是不是你这件 是学生会换届大合照 照片中 苏盼月站在最中间 身上穿的确实是 甜甜手中的衣服 烟灰色不算亮眼 但是少女容貌明媚 在一众妆容精致的女生中 属他最吸人眼球 江可威眼皮狠狠一颤 心里骂出声 贱人 他嘴硬道 就算一样的 又能怎么样 衣服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能买 巧合而已 直到夜色深深 江可威才提议送他们离开 亲爱的 送送我们吧 啊 行 几人来到负一层 车库中 纯黑色的兰博基尼跑车 静静停在那里 黑色车身一尘不染 灯光显得他十分明亮 外形低调 奢华 价值千万 第205章 半路被赶下车 美丽的女士们 请上车 男人摁了摁钥匙 车灯瞬间亮起 他绅士地打开车门 对几人说道 上千万的跑车就在眼前 甜甜三人不激动 是不可能的 天啊 有人发出抽气声 我还是第一次 坐这么贵的车 把我卖了都买不起 看着车 姜可威刚刚产生的 玉气悉数消失 呼吸都变得顺畅无比 那你们可得谢谢 一下我男朋友 没有他 我们也做不了 男人拉开副驾驶的门 笑意柔柔 上吧 我的公主 温情款款 明明 自己开着上千万的车 富贵无比 对他 还这么体贴 姜可威脸上 立马出现羞涩的笑容 好的 亲爱的 车子内部也十分豪华 坐垫富有弹性 已被靠着的时候 舒适性极高 而且 车内完全没有 普通轿车的沉闷气味 三人左看看右摸摸 不断发出 哇啊的小声惊呼 李哥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怎么赚到这么多钱的 随便开了个公司而已 算不上什么 那你肯定认识 很多大人物吧 只是一些商界的老油条 也就唐家洛家那些人 算不上什么大人物 你们以后 才是真的前途伺景呢 李扬从容地回答 他们的问题 态度淡然 惹得几人眼里惊叹更深 江可威被大大的取悦到 他满意地看着开车的男人 笑意温柔 不愧是他看上的男人 就是有本事 和他一比 陈落又算得上什么 离开陈落 他还是能过得非常好 车子飞快驶出 在空中留下一道残影 有人撩撩头发 李哥 你还有没有单身的朋友啊 给我介绍一个呗 包在我身上 那就谢谢李哥了 整个过程十分融洽 直到男人放在前方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他停下车 打开手机 不知对面说了什么 脸色逐渐沉下 等电话挂断 他神态着急地开口 不好意思 我有点事 你们自己回去吧 说完 直接下车 打开后面的车门 先前淡定的态度大变 动作甚至有些粗鲁 快 下车呀 十分着急的样子 沉浸在喜悦中的三人表情一收 心中胡疑又无语 动作慢吞吞地下车 见他们不动 他甚至亲自上手拉人 三人表情愈发怪异 哪里有半路叫人下车的 什么事情能有这么忙 最难堪的莫过于江可威 就算是女朋友 也被他拉了下来 胳膊都红了 不想在外丢人 他压抑着怒火 说道 亲爱的 这条道偏僻 我们不好打车 不管有什么事情 先送我们回去可以吗 江可威心里愤愤 对男人的喜欢直线下跌 怎么又突然让他丢面子 该死的 要是能找到更合适的 就把他踹了 男人神色纠结 这条道 正是江可威之前中途下车后 被迫淋雨回去的那一节路 地段较为偏僻 正常的时候 也不容易打到网约车 这 男人看着江可威 最终咬牙 行 先送你们 几人这才重新坐回去 这一回 再没有先前的欢声笑语 后排几人憋着一团火气 不想再开口 车厢内 气氛冷凝 男人脚踩油门 飞快地开车 急得额头全是汗 一着急 原先温润柔和的气势 纷纷散去 露出几分市井小民 才有的粗俗感 好像之前的状态 全是装的一样 感受到后方不可忽视的 三道火辣辣的目光 江可威浑身不自在 这个臭男人 怎么可以让他丢面子 之前也没见他 这么不靠谱啊 江可威不断深呼吸 调节内心心情 不能生气 不能生气 他平常还是很好的 就算是刚刚 他说了不行之后 他还是愿意亲自送他 他还是体贴的 江可威不断安慰自己 车子很快停下 江可威望向外面的街道 好不容易平缓的心情 又被狠狠刺激到 地铁站 平常装出来的温柔语气一变 亲爱的 你不送我们去学校吗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男人语气一凶 我都说了我有事 没空送你们 刚刚那里不好打车 我送你们来地铁站 你们坐地铁回去不就好了 地铁 短短两个字 叫江可威脑瓜子嗡嗡的响 满脸不可置信 他居然让他带室友们 坐地铁回去 这种丢脸的事情 他居然让他做 这都十点多了 他还想再说些什么 男人语气更加不耐 所以你们现在下去 还能坐上最后一趟 赶紧 我真的有事 江可威被说得一愣 被吼出泪光 四人下车 迎着三道打量目光 江可威把心中那股情绪强压回去 明明心里不好过 还是露出标志性的笑容 他突然有事 不能送我们回去 不好意思啊 突然有事 江可威 就算有事情 不能给我们打车吗 当当的路段不好打车 地铁口总是容易打车的啊 有人阴阳怪气 就是 突然有事就摆出一张胸脸 把我都吓到了 你这个男朋友 到底靠不靠谱 江可威不自在地 避开他们狐疑的目光 我不是说了吗 我男朋友节省惯了 所以下意识 送我们来地铁站而已 再说 地铁多好啊 一点都不塞车 我们打车 今晚十二点 都不一定回得去 京市交通拥堵后 十分钟都过不了 一个红绿灯路口 十公里的路 能走两个钟 但是地铁状况 也没好到哪里去 挤得不成样子 不管是哪一趟 人和人都得紧紧贴在一起 闻着各种汗臭食物味道 偶尔还会被人随身携带的食物 给烫到 有条件 也没多少人想坐地铁 甜甜讥讽 呵呵呵 你觉得是就是吧 江可威面色一僵 看向男人开车离去的方向 神色羞闹 都怪他 要不是他没给他撑起面子 他怎么可能会面临 这么尴尬的情况 话说 你男朋友 到底有钱没钱啊 咱们都认识这么久了 就别糊弄我们了 成吗 想想他曾经撒的各种谎 三人就觉得啼笑皆非 被质疑让江可威脸色一黑 冷冷道 他都有那么大一套别墅了 怎么可能是假的 说到别墅 三人有了些动作 对哦 咱们还可以查查别墅的价格 快看看 第206章 大小剑 景乡别墅16号 几个关键字被打搜索栏中 网页很快出现具体的信息 不过不是关于房子本身的 景号华国 雕刻大师 唐爵老先生 风山之作 景号 景号精美内景 我国最奢侈的别墅 景号 一搜索才发现别墅的内部装饰 是由华国雕刻大师唐爵亲手完成 是当初一个金氏大家族 用了不少力气才把人请来 不过房子才完工 该家族就因为破产倒闭 别墅也被挂出去拍卖 在几年前的拍卖现场 别墅的成交价 直接飙到15亿的高价 看到价格 包括江可威在内 纷纷倒吸一口凉气 我的妈呀 江可威 你这回可真是找到饱了 田田胆战心惊 千万的跑车 已经够让人人惊讶 十几亿的别墅 这得是多奢侈啊 你们这些土豪 可真会玩 江可威心里的吃惊 并不比他们少 瞳孔发直 沉浸在15亿中 他以为这个别墅 和陈洛的差不多价格 应该是4000万的样子 并没有在网上仔细查询 没想到 他整整15亿 30倍的差距啊 扑通扑通 江可威心脏狂跳 凌乱不成章法 像是要从胸腔之中跳出来 伴赏 平复心情后 重新扬起自信笑容 唉 别看这房子贵 他平常生活可节俭了 似是有些苦恼 他感叹一声 也不知道他平常生活 这么节约做什么 不都这么有钱了吗 不过 不节约也买不起房子 如果男人没钱 那他小心翼翼的节俭姿态 只会让人觉得 他是个loser 让人看不起 可如果男人有钱 那他的各种行为 都能让人自动为他找理由 田田三人的心态 都由轻视转为震惊 那我现在能理解 他为什么让我们坐地铁了 有钱人的想法 我也想不通 不过 我大概理解他做的饭 为什么会是白菜净汤 你还是得劝劝他 都这么有钱了 别必要太节省 另一边 匆匆离去的男人 开车来到了苏家 他恭恭敬敬地走上前 大小剑 我来了 在江可威面前 像是能把控全局 态度傲然的男人 现在气势全收 笑得谦卑又讨好 实在不好意思 今天路上出了一点小状况 我来迟了 苏盼月挽着陈洛的胳膊 没关系 对待庸人 他一向宽容 送我们去景象那边的别墅吧 别墅 李扬眼皮狠狠一跳 他今天还带江可威去了 也不知道 会不会被发现端倪 苏盼月上了车 这些日子 你打理别墅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没有的 大小剑 握着方向盘的手心 全是汗 作为苏家签约的长期司机 李扬的工作 可谓清闲得很 只需要开开豪车就好 而且 苏家人都很好说话 他也没有别的糟心事 最近让他去打理景象的别墅 他自由权一下高了许多 看着别墅的豪华 不由地升起许多阴暗心思 甚至还把女人带了回去 透过后视镜 看到两人你浓我浓 并没有关注他的状态 李扬心跳得沉闷无比 大小姐 怎么突然要去别墅了 车子很快驶入别墅 装修富有古运 整栋房子都有一股清幽的香味 不像现代的大别墅 更像古代的那种奢华庭院 骆哥哥 之前就想带你过来 不过 我一直忘记了 他递了一把钥匙给他 这是我爸爸买下来送给我的 说要给我以后当嫁状用 既然我们的事情已经板上钉钉 那钥匙也该给你一把啊 听说这个房子 是唐爵老先生 亲手设计雕刻而成 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这里的装饰 内部别有洞天 走古风设计 各式木头是装修的主要材料 给人一种梦回古代的感觉 装修乍一看不起眼 越看 越会发觉其中精细 作为雕刻大师 唐老随便一个作品 就能卖出不菲的价格 更何况 整个别墅 都是他和他的弟子们 亲力亲为 陈洛眼中是明显的惊讶 小月 我记得这个房子当初的竞争 可是很激烈的 是的 苏盼月轻笑 爸爸拍下来之后 也肉疼了一会 十几亿 在苏家的流动资金里 也沾了一些分量 若不是想着给女儿用 苏炳坤都不一定会动手买 苏盼月拉着陈洛 参观别墅内部情况 各种明目雕刻而成扶梯 玄关 柜子 质感醇厚 处在房间中 还能闻见淡淡的木质清香 洛哥哥 这是我的卧室 苏盼月牵着他的手 进入二楼的一处房间 虽然有些日子没来住 但房间内还残留几分淡淡的香味 看着衣柜门大门 苏盼月有些不好意思 爸爸让人给我订了好多衣服 但那些漂亮的衣服 往往太繁琐 我平常都不怎么穿 放在这里都机会了 衣柜满满当当 各式款式 品牌都有 苏夫不懂服装 又不想女儿在外丢面子 索性让人 把各式各样的都准备好 满柜子 都是符合他尺码的衣服 只要他想 能搭配出各种风格 你们女孩子 就是要多点衣服才好 陈洛揉揉他的头 等我们结婚 你的东西只会更多 希望他准备的衣帽间足够大 看着老丈人 准备嫁妆的大手笔 陈洛都有些自愧 怎么显得 他像是来吃软饭呢 苏盼月看了看衣服 感叹 不过好久没整理了 各种类型和颜色的放纸 不够有规律 洛哥哥 和我一起整理一下吧 好 陈洛走近 和他一起慢慢收拾衣柜的衣服 时不时说 两句话解闷 角落中 一条相满细钻的长裙 吸引他的目光 亮晶晶的 叫人无法忽视 陈洛轻轻拿出他 裙子垂着 做工优良 夜间 灯光照耀在长裙上 为他镀上一层光泽 繁复的细钻光芒闪烁 像是夜空中的流星 流光一彩 美得最忍 路肩设计 背部落空 很是独特 小月 穿上试试 陈洛眼含惊艳 这般漂亮的裙子穿在小月身上 会是什么样子 好 第207章 仙女和丫鬟 苏盼月拿着衣服进入浴室 换好后才走出来 贴身长裙 包裹着完美的身材 在灯光下 熠熠生辉 一字间的设计 两团柔软呼之欲出 能看到明显的沟壑 周身的钻石一闪一闪 光芒耀眼 穿上这件充满梦幻色彩的钻石长裙 像是来到凡事的仙女 出尘高捷 注视着女孩丰满的胸部 陈洛目光一暗 好看是好看 但她怎么像是 在给自己找事情 讨厌忍耐力 看到了又发泄不出来 洛哥哥 苏盼月有些紧张 好看吗 怎么又用这种眼神看她 让人心里发出 好看 陈洛声音微雅 下一秒 长臂一揽 把人拉入怀中 小月 这个裙子就穿给我看好不好 太漂亮太精致 却也太暴露 她不想让别人看到 这份美丽 她只想独自欣赏 啊 苏盼月紧张地捏着她的衣角 眼神有了两分怯色 点点头 陈洛目光涌动 低头 堵住女孩的唇 另一手拿着手机 拍下了接吻的照片 一吻完毕 苏盼月全身发软 陈洛正在编辑手机 笑容莫测 小月 发在朋友圈可不可以 头脑昏昏的苏盼月 立即回神 惊慌失措 不可以 这可是我们接吻的照片 怎么可以让别人看到 可是小月这么诱人 我想让人知道 你是我的 不然被别人寄予 可怎么办 陈洛在心里默默道 他家小月这么优秀 又这么漂亮 肯定很吸引其他男人 他要让人知道 他是他的 一脸认真的神色 看得苏盼月心头一热 不过还是没松口 洛哥哥 我当然是你的人 可是这个照片真的不能发 真发出去 他都能相信到 宿舍那群八卦的人 会怎么打去他 我不管 小月 这次我要任性一回 眼见陈洛打开朋友圈的页面 苏盼月赶紧伸出手去抢 洛哥哥 真的不行 别发吗 求求你了 小月 你就由着我干这一次吧 陈洛高高举起手臂 手指快速在屏幕上点击 洛哥哥 照片已经被发在朋友圈之中 画面中 两人接吻的画面唯美至极 像是童话中的王子和公主 照片很快在朋友圈锋传开 陈洛和苏盼月两个名人 在京大校园又小小的火了一把 评论是清一色的羡慕 真服了 我来人间是凑数的吧 谁知道美女穿的裙子是哪家 好漂亮 好好看 楼上的 那件衣服箱的钻石都是真的 价格也就区区八十万 你有那个钱吗 而且 就算你有钱买 你有苏盼月的身材吗 江可威宿舍 田田看着苏盼月身上的裙子 觉得十分眼熟 等她想起 到底在什么地方看见过的时候 一拍桌子 看向旁边正和男朋友聊天 笑得甜蜜的女人 江可威 苏盼月怎么也有这条钻石裙子 这条钻石长裙 漂亮又惹眼 他们在江可威的衣柜里也看见过 还亲自上身试了试 只是效果像是偷穿小姐衣服的丫鬟 江可威凑头过来 看见画面后 心肩一颤 倒不是因为她也有这件衣服 而是 为什么苏盼月穿上她的感觉像是仙女一样 出尘脱帆 高贵优雅 江可威 你说话啊 这有什么好说的 江可威冷静下来 冷哼一声 不就是撞衫了吗 大牌就那么几家 谁买的时候 不挑其中好看的衣服 看来苏盼月眼光还不错 会和我买一样的衣服 这话 还算有那么一点说服力 只是三人神色 仍然有些怀疑 一件衣服撞衫就算了 怎么两件都撞 田田心里直犯嘀咕 嘴上不饶人 那过几天校庆的时候 你穿这件衣服来学校 穿就穿 这有什么问题 别说 在学校反驳是有的江可威 看着满柜子的衣服 自信像是被戳破的皮球 快速消散 如果只是衣服相想 可能并没有什么 可她看陈洛发的朋友圈 背景和这里也好像 真的只是巧合吗 亲爱的 你愣神在想什么呢 李扬走过来 搂住她的腰 嗯 她问出心中疑惑 李哥 这个别墅 真的是你的吗 李扬笑容一江 薇薇怎么突然问这种问题 似是有些好笑 男人嘴角扬起宠密笑容 在她额头轻轻一敲 你的小脑瓜子 在想什么 这里不是我的家 还能是什么 不是我家 我敢住在这里 也是 江可威玄着的心放下 也是 她李哥这么有本事 怎么可能会骗她 苏盼月也真是的 专门买她 也有的衣服 哼 无形之中要和她作对 真是可恶 那衣柜的衣服 也是老公给我准备的吧 当然 那我要穿着那件钻石长裙 参加孝庆 江可威目光炯炯 她要艳压苏盼月 男人目光闪了闪 当然可以 都是你的 你想穿什么 就穿什么 李扬心里发虚 昨天大小姐还来了一趟 应该没发生什么问题吧 很快 到了孝庆的日子 整个京大都处在一片喜气洋洋的氛围之中 热闹非凡 大礼堂中 人来人往 为了展示自己的形象 江可威早上六点就起来整理装造 从头发丝到脚踝 处处精致 生怕哪一点不够完美 此时 她站在孝庆的后台处 吸足眼球 小月 那条裙子和你像不像 路口 陈洛看着江可威 轻轻明媒 顺着目光看过去 苏盼月也注意到 花枝招展的江可威 她点点头 是啊 还挺凑巧 居然买了同一条裙子 她偷偷用余光扫视陈洛 心里冒着小九九 洛哥哥会不会觉得 江可威穿起来比她好看 陈洛一眼看穿她想法 轻笑 小月 又在胡思乱想什么 心思被抓包 苏盼月坐直身体 假装正经 没什么 江可威站了一会 立即有男人走到她身边 男人脸上的笑容殷勤 美女 你穿这衣服可真好看 特别漂亮 是吗 江可威摸摸脸 谦虚到 也就一般吧 哪里 美女可真是谦虚 美女周末有没有出去玩 第208章 衣服坏了 切 这人真是没眼光 有女生听见两人的谈话 翻了个白眼 就是 要说好看 谁有苏盼月穿这条裙子的时候好看 前几天沉落的一个朋友圈 在京大论坛 惹起不小的风望 在座的人都知道 苏盼月当时穿过这件钻石长裙 也见识到她角色的模样 现在有人穿着同一件衣服 难免让人猜测 是东施笑评 更何况 江可威完全比不上苏盼月的姿色 肩膀宽了 胯又小了 撑不起衣服 和苏盼月一对比 难看一大截 最重要的是 苏盼月的气质 由内而外散发出来 让人觉得 她应该就是如此 而江可威 抬头挺胸 吸气收腹的模样 显得滑稽又可笑 感受着腹部被紧紧勒住的感觉 江可威有些不自在 她柔柔笑着 随便逛了一下 对了 你是哪个学院的 男生敏锐地注视到 她腹部的隆起 笑容一顿 身材没那么好啊 余光瞥见刚下车的苏盼月 不慎在意的 冲姜可威白白手 那个 我有点事 先走了 苏小姐 男生打理两下领带 扬起一抹 自认为青春洋溢的笑容 我刚刚注意 驾驶室的门打开 陈落走下车 身高腿长 压迫感十足 礼貌询问 你找我女朋友 有什么事情吗 陈落怎么也在 男生笑容一僵 在陈落接近一米九的身高压迫下 摇摇头 突然想起 我没什么事了 说完 老鼠见了猫一样 快速跑开 苏盼月扑斥一笑 骆哥哥 你好像把他吓到了 那是他活该 陈落挑挑眉 声陷冷沉 整个学校 谁不知道你是我的女朋友 明知对方 有女朋友还来搭讪 他自己都不要脸了 我为什么还要注意他的心情 骆哥哥 你也太小气了 没办法 陈落无所谓耸奸 和你有关 我就是这么小气 本来女生就不爱搭理江可威 搭讪的男生一走 立即显得他身边空空荡荡 看着笑意盈盈的两人 江可威咬咬牙 神色出现一抹暗恨 苏盼月 你明明都已经有陈落了 为什么还要这么招摇的 来抢我的人 等等 苏盼月现在还穿着那一身休闲服 他等会要表演节目 还没换上正经的演出服 江可威笑意一声 小月 你不会觉得我管得太多吧 怕他多想 陈落有些紧张地发问 怎么会 你又不会限制我和男生的正常交往 是刚刚那人不懂得保持距离 你做的是对的 后台人流涌动 幕幕后 下一场要上台表演的学生正在排队 小月 再过三个节目 就该你上场了吧 是啊 那 陈落神色野鱼 我帮你换礼服好不好 苏盼月的节目是跳舞 穿的服装 是学校文艺团统一买的 正放在更衣室 衣服很繁琐 后面有拉链 还有绑带必须绑紧 需要其他人帮忙操作 苏盼月动作愁愁 那我先进去穿上衣服 你进来帮我拉拉链就可以了 这怎么行呢 陈落也鱼 小月 你一个人得花多久的时间啊 我进去帮你 能快很多哦 嘴角挂着三分匹一的坏笑 看着苏盼月扭捏的模样 陈落完心大发 他搂着女孩的肩膀 带着他往里走 苏盼月似是有点想挣扎 不过半推半就 犹豫着陈落去了 市医间门口 人流稀少 走廊 江可威和两人狭路相撞 他神色一惊 迅速低头 匆匆走开 等走出一段路 回头看了一眼 恨不得贴在一起的两人 嘴角一出冷笑 呵 苏盼月 我看你等会怎么上台 市医间 一件墨绿色的演出服 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在衣柜里 深V领设计 荷叶边 丝绸质地 乍一看 颜色有些老沉 陈落关上市医间的门 从他手里拿过 拿过衣服 小月 把身上的衣服脱掉吧 嗯 啊 苏盼月手放在腰间 迎着陈落的眼神 动作慢吞吞的 火热的眼神 像是要将他拆吞入腹 明明两个人早就赤裸相待 可是一想到一强之隔的地方 还有许多人 就振振羞耻 在陈落猴姐滚动 明显地吞咽了一口唾沫后 苏盼月心一颤 洛哥哥 你转过去 小月 连看都不给我看吗 陈落语气失落 一双大手往前伸 在他脊背慢慢游走 隔着布料 仍然让苏盼月内心那心 那股火腾腾地往外冒 有力的手指 触碰到女孩的腰间 她轻轻地拉起衣服 一点点往上 女孩白嫩的腰肢 暴露在空气中 惹得她不安地扭动 陈落动作缓慢 欣赏女孩的局促不安 在她实在是修到临界点时 陈落才把墨绿色演出服给她穿上 颜色比较沉 但凡肤色有一点不够白 这个颜色就会成为死亡颜色 凭借交好的身材和肤色 苏盼月完美地撑起这件衣服 注视着灯光下耀眼的女孩 陈落目光涌动 苏盼月看着镜子转了转 精致的模样还没维持两秒 突然 响起咔嚓一声 身侧 衣服的线突然爆开 原先服贴的衣服 一下子散成两块布料 露出里面的裸体 变故突发 两人都有些傻眼 苏盼月反应了两秒 才拿衣服挡住胸前的波涛 神色惊疑 洛哥哥 这是怎么回事 陈落蹲下身 捡起地上的衣服 目光锐利 小月 有人针对你 肯定的语气 精大的经费一向充足 买的衣服虽然不名贵 但是质量绝不会有问题 而且 衣服的线缝 明显有被捡过的痕迹 是谁 谁这么坏心眼 苏盼月难以置信 马上就是 我的节目了 没有裙子 他怎么跳舞 如果不能在校庆线舞 他浪费的时间先不说 影响校庆进行怎么办 校庆活动 花了学生会那么多心思 代表学校的脸面 要是因为他办不了 他就示罪人 小月 你先别急 陈落轻声安抚 我去问问 能不能改变一下 上场的顺序 后台 负责人正在翻看 上台顺序表 陈老师 再过一场 就是苏盼月同学的 独舞表演 他人呢 怎么还没过来 陈落把事情 简单解释一番 现在衣服坏了 能不能改变一下 上台顺序 啊 负责人有些傻眼 可是 苏盼月同学的表演 是上午的压咒节目 下午场的人还没来呢 改不了啊 好端端的衣服 怎么就坏了